第136章 请洗神入关 味道的神情显得极为的沉重 而这个时候 我也是将我身上的金钱剑抽了出来 毕竟不知道一会是什么情况 而现在必须要准备好一切的打算 这东西 算是何叔留给我最后的东西了 给了我之后就一直没有要回去过 这个时候的味道 注意到我手中的金钱剑 眼前一亮 卧槽 陈兄 你这玩意儿是好东西啊 说完 他有些嫌弃地看着手中的陶木剑 对此的我一阵无语 这家伙都什么时候了 还在乎这些 我让他赶紧办事 闻言的味道 这才善善一笑 叫了两个人到了那棺材的前面 味道和我自然也跟着上去 我看到味道的手中 有着一张福传准备着 显然是时时刻刻都要准备好 迎接突发情况 咳吱 随着撬动 棺材板传来了一阵刺耳的声音 一股黑气 顿时间从棺材里面冒了出来 我和味道 几乎是一瞬间的时间 做出了最快的反应 一人一脚 就把两个撬棺材的人踢开 然后我体内的灵气 瞬间爆发了出来 不断地包裹在我的身躯之上 我和味道也开始后退 那两个家伙 似乎没从这事里面反应过来 爬起身来之后 直接从腰上摸去 住手 味道长和陈兄弟 这是在救你们 随着谢冬杰的声音落下 那两个家伙愣了愣 这个时候 那口棺材的四周 也是有着黑气弥漫 不过这黑气正在消散 刚刚还好我和味道早就有准备 我们两个退开 倒是不成问题 但是那两个开棺材的 肯定要中招 这种已经算是毒气了 其中夹杂了湿毒 要是被人吸进了体内 那情况可想而知 但是现在 这东西出来之后 就会自主消散 而且不算很多 所以没什么大问题 等到那棺材周围的黑气 都逐渐地消散之后 我和味道再度上前 又叫了之前的两个人上来开棺 这次开棺比较顺利 随着棺材盖子被打开 我的瞳孔微微一缩 看向了那棺材盖子 上面竟然有着一个七星阵 而我再度朝着棺材里面看去 顿时 我的心中一惊 棺材里面躺着一具干湿 不 准确地说 并不算干湿 因为它还没有到那种皮包骨的程度 手指甲看起来很长 比我曾经见过的王远胜的二老婆的都要长 最主要的是 我在这具尸体的嘴角 看到了两颗极为尖锐的牙齿 而它身上穿着的 竟然也是那种类似清朝的衣服 而它的额头之上 赫然是贴着一张镇尸符 妈的 火酒见了 这是真正的僵尸 为什么要说是真正的僵尸呢 因为这和林大人电影里面的那种僵尸 完全就是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 我暗自吞了一口口水 我看向了身边的味道 这家伙显然也是有些吃惊 而后它朝着我看了过来 我们对视了一眼 看样子 这东西还算安分 没出什么岔子 味道暗自庆幸 这事儿 它应该比我懂 毕竟我是完全没有什么经验的 这具尸体 不 准确地说 应该是这具僵尸 现在已经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而接下来的事情 就是要将这具僵尸 从这口棺材里面 换到另一口棺材里面 再下葬 我们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不过我对于这事儿 是有点阴影的 在村子的时候 我经历的比这个还要惊险 所以 我看向了身边的味道 示意它继续的意思 味道退后了一步 然后深吸了一口气 则是朝着那个法坛走了过去 我站到了一边 接下来 就是看这个家伙表演的时候了 两口棺材的距离离得很近 几乎是并排的 而中间 差不多只有一二十公分的样子 味道在法坛之上 抓起一枚符纸 而后动作很快地 折成了一个三角板 到了那棺材的旁边 轻轻地撬开了那尸体的嘴巴 然后将符纸 放进那僵尸口中 中途我注意看了一下 那谢冬结 对于自己的先祖 变成了这个样子 他似乎并没有丝毫的动容 也不知道这家伙 到底是在意什么东西 而此刻的味道 再度回到了法坛的面前 他的手中拿着陶木剑 朝着面前的符纸拍了过去 一张符纸粘在了那陶木剑之上 只见他口中不断地传出阵阵口诀 天刚助我 地煞无形 急急如律令 赤 随着他话音落下的瞬间 陶木剑之上的那符转 瞬间自燃了起来 而为胖子低喝一声 竟然一个翻身到了法坛的面前 这一幕看得我一呆一呆的 这胖子那身体 竟然还能做出这等高难度的动作 这家伙 简直不要太两眼 一把朝着法坛上的五谷抓了过去 味道朝着那棺材之中丢了进去 五谷请阴人 起 随着味道低喝一声 这个时候 那棺材里面 竟然是传来一声闷响声 随着声音传来的瞬间 我眼睛一睁 因为此刻那棺材之中的尸体 竟然就这么直挺挺地站了起来 这一幕将周围的不少人 都是给吓了一跳 反倒是那谢冬结 一点感觉都没有一般 好像就是一个普通人在看戏一样 不 就算是普通人看着这一幕 恐怕都是会露出一些反应 但是这个家伙 竟然毫无反应 这个时候 我终于是发现了一点 那就是 这谢冬结 有些令人看不透了 三清高手 尊道无形 请洗神入关 急急如律令 味道的声音再度传出 而那僵尸 此刻竟然是直接转身 朝着那口腥的棺材跳了过来 随着那僵尸落在棺材中的瞬间 陡然传出了一声极为低沉的闷响声 听到这声音的瞬间 我的心脏 仿佛都是紧跟着跳动了一下 生怕出现了什么岔子 而味道手中的桃木剑 则是开始缓缓地朝着下方压了下去 而那尸体 则是紧跟着朝着后面躺下 当那尸体整个人躺在了棺材里面的瞬间 我那悬着的心也直接放了下来 我抓着金钱剑的手 此刻也微微松开一些 之前的我可是 一直都紧绷着神经 虽然这整个过程 我看似完全没帮上忙 但谁又知道我心中的那份紧张 弄完了一切之后 味道也长舒一口气 然后走到棺材的旁边 将口中的那符纸取了出来 这个时候 味道眉头一皱 我上前去 却是看到那张符纸 竟然变得乌黑一片 第137章 河里的东西 我连忙踏步走上去 怎么了 我看着味道迟疑的样子 出声对着他询问 你妈 我怎么感觉到 事情有点不对劲啊 味胖子看着手中发黑的符传 又看了一眼棺材里面 那双目紧闭的僵尸 这不是挺顺利的吗 下葬了就没啥事了 我有些不解 整个过程有惊无险 下葬还不是简单的事情 希望如此 只不过胖油感觉太顺利了 这尼玛 不会是暴风雨的前奏吧 为胖子一脸担忧的出声 我则是有些无语 没再理会这个家伙 味道也开始让人 把棺材盖子给盖上 用了朱砂 将棺材的各个缝隙 全部都封死之后 深吸了一口气 开始让人抬棺入葬 然而就在我们 做完这一切之后 身后的谢冬结 却是连忙出声 等一下 听到谢冬结的声音传来 闻声的我和味道 都是连忙转过头去 看着身后的谢冬结 我们不知道 这家伙现在阻止 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 谢老板 现在我们事情忙活得差不多了 已经到了最后的一步 千分这种事情 讲究的是一气呵成 现在都很顺利 你这个时候打断我们 是很不明智的选择 看向身后的谢冬结 身边的味道 也连忙看着他出声 听到味道的话 谢冬结 却满不在意地看着我们 二位不必担心 我谢某人自有定夺 我想告诉二位的是 这次我的祖上 不用葬在原来的位置 我要换个地方 就在我和味道 对视了一眼的时候 面前的谢冬结 却是再度出声 闻言的味道 连忙上前一步 谢老板 这地不是早就选好了吗 而且我们卫家 和你们谢家的约定 地可是由我们来找的 你这样随意改动 阴宅的位置 到时候 要是出了什么问题 可是和我们家 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看着味道 有些激动的样子 看样子 这应该是他们家 和谢家的事情 我说白了 就是来搭个手的 而且现在 这棺材并没有出现 什么动静 差不多 我的任务就算完了 而且 味道家和谢家的事情 我也插不上嘴 只能站在旁边看着 我现在 最想的就是 早点解决掉事情 然后从谢冬杰的口中 得知何书的消息 味道长不用担心 这件事情 和你们家无关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所以你们只要照着做就行 到时候 钱一样少不了你的 谢冬杰看着味道 然后出声对着他说道 听到这话的味道 阴沉着脸 想了好半天的时间 最终也只好点头 这个时候 谢冬杰看向身边的 那些手下 微微招手 我看到那一个个手下 也是快速地走出来 开始从那布袋里面 翻找着东西 随后我 我看到他们拿出来了 一根根五六米长的 铁管子 一共好几根 然后他们开始快速地 将这些管子 钉在地面之上 看到这一幕的 我的心中充满疑惑 完全不知道 这些家伙 到底是想要干嘛 陈兄 以你的高见 这些家伙 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身边的味道 看着我低声询问 文言的我摇了摇头 这谁知道 本来我就是一脸猛逼的来帮忙的 现在谢冬杰要做事情 我肯定一无所知 连这个家伙 我都是今天第一次看到 你们和谢家合作多年 也不知道吗 面对我的问题 味道微微摇头 说他老爹 给他提及 关于谢家的事情 根本就不多 因为他老爹还年轻 暂时没有让他接触 这些事情的想法 这个糟老头子 这次不知道 跑到什么地方 去潇洒 可把我害惨了 味道在我旁边 小声地嘀咕 听到这家伙的话 我看着味道 这货对自己亲爹 还真是够意思的 不过按照味道的说法 他老爹 这也不是一般的坑 看着弄完这些 我看到谢冬杰的手下 又拿出了一个 更大的起重器 将之固定在那些 铁管子上面 将这些全部弄完之后 其中一个手下 直接走到谢冬杰的面前 低声说道 老板 准备好了 文言的谢冬杰 微微点头 然后轻声说道 开始吧 听到这话的瞬间 我和味道 都是无比认真的 看向面前的那些人 因为我们到现在 还是不知道 这些人在干什么 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到他们快速地 走到河边手里面 拿着重机上的铁链子 然后他们 走到河边的位置 竟然是开始在那些 河草里面翻找了起来 很快 我看到他们 找出了一根 看起来足足有手臂 这么粗的铁链子 上面有着斑驳的痕迹 看样子已经生锈了 然后是第二根 第三根 第四根 分别分布在不同的四个位置 那是什么玩意儿 魏道连忙朝着前面走了一步 对着谢冬杰问道 文言的谢冬杰淡淡一笑 然后看着魏道出声 魏道长 这些事情就不用你们操心了 接下来 你们只需要按照我说的做就行 听到这话的味道却是不干了 连忙对着谢冬杰出声 谢老板 不是我想插手你的事情 而是这河里面的东西 不能乱动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一般这种河里面的东西都是有着禁忌的 你知道吗 到时候 要是触碰到了里面的禁忌 事情只会更加的麻烦 对于这件事情 魏道显然极为的重视 而且魏道说的这个情况 我心中也是知道一些 有些河里面的东西 存在是有它存在的道理的 如果说随便乱动 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谢老板 我觉得魏道长说的不错 有些东西 真不要随意去尝试 我也希望能劝阻一下谢冬杰 这事不是随便开玩笑的 要是一个不好 出现什么乱子 绝对不是我和魏胖子能够解决的 我说了 接下来的事情 不要你们操心 淡淡的声音从谢冬杰的口中传出 下一刻 金色的铁疙瘩 直接顶在魏道的眉心处 看着那玩意儿 我的心脏也是微微一跳 第138章 变天了 魏道整个人 被那金色的沙漠之音顶着 身心一动不敢动 生怕那谢冬杰 突然扣动扳机 说实话 不单单是魏道怕 就是我站在旁边 心里面都无比的惊骇 这家伙 真是一点都没有做人的原则啊 这东西 是说掏出来就掏出来的吗 魏道整个人的脸色都变了 我看到他的额头上 出现了些许的汗水 然后对着面前的谢冬杰出声 谢老板 有话好好说吗 你把这玩意儿掏出来干嘛 这不是伤和气吗 魏道的脸色变得有些煞白起来 这种情况说实话 任谁都无法淡定 谢冬杰这个家伙 不单单是一个笑面虎那么简单 而且还是一个杀人 或许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的人 说白了 现在他或许是需要我喝味道 等到时候用不到我们的时候 我喝味道的后果 恐怕并不是很好 当然 如果说到时候 这个家伙心情很好的话 说不定也不会为难我们 对啊 谢老板 我们这也是在为你考虑罢了 因为根据我们所学的知识 你千坟不就是为了维持风水对你生意 还有一切的影响吗 你现在所做的 或许你自有打算 但是在我们看来 是对你有些许不好的 这时候的我和魏道 几乎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所以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虽然我不知道我的劝说有没有用 但总是要试一下 在我说完之后 我看到谢冬杰的脸上 略出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随后看着我们出声 二位不要着急 我就是跟你们开个玩笑而已 一会儿 还需要你们稍微帮忙一下的 淡淡的声音 从这谢冬杰的口中传出来 随后 他手中那金色的沙漠之音 也是被他收起来 我看到魏道整个人 也是略微松了一口气 我连忙将魏道拉到旁边 然后看着魏道出声 这个时候 我们还是先按照这个家伙的话做吧 这时候的魏道的眼神之中 闪过一抹阴冷之色 他看向谢冬杰所在的位置 低沉着声音说道 这个家伙最好不要逼我 就算是他 拿着那玩意儿对着我 我都有把握杀了他 我只是担心 杀了这个家伙之后 他手下的人 我明白魏道的意思 我们现在的实力 远不是普通人能比的 所以 就算是我们的敌人手里面有家伙 我们也有把握 在近距离之内击杀他们 但是抛开谢冬杰 他身后还有二十多个手下 要是这些家伙 一同对着我们开吃音 那后果可是相当严重的 我现在的实力 还没有到那种程度 这个险 不能貌 我看了看四周 周围也没有人 所以 刚刚魏道的话 也就我们两个人听到 现在先顺着他的毛驴 希望他不要做得太过分了吧 其实我心里面也很不爽 毕竟谢冬杰这人 仿佛 根本不是在让我们帮忙 更像是威胁 他就认为他的手里面 有几把吃样 就能够为所欲为 咔咔咔 突然 一阵阵机械齿轮转动的声音传出来 我看到那四个起重机 都是开始工作起来 几个保镖不断地摇动起重机 这起重机竟然还是人力的 按理说 要是用电动的 应该会更方便才对 但我之前进来的时候 看到整个养龙丝 都已经荒无人烟 所以 导致这村子的电都断掉了 要是用柴油 发电机的话 那需要搬不少的东西 或许这谢冬杰 也并不想弄得那么引人注目吧 我看着几个人 不断地开始摇动手中的起重机 而那根生锈的铁链 顿时间开始从水里面 不断地被拉起来 四根铁链 被拉起来的节奏 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而随着那些铁链被卷起来 我的眼睛 也死死地盯着那河面 因为河水本就有些汹涌 导致我看不到 有什么特殊的动静 我看向身边的味道 问他这件事情怎么看 味道整个人面色寒冷地 看着前方 他说从来没有他老爹提起过这种情况 但是看那铁链的样子 水里面的东西 恐怕不简单 听到味道这个解释 我也阴沉下来 这次前来找谢冬杰 完全是因为河叔 我想要知道河叔的消息 他被五毒教的人追杀 现在生死未知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能做的 也就是寻找河叔的下落 看看能不能在关键的时候 帮他一把 然而 到现在我才发现 我好像被谢冬杰 卷进了另一场漩涡里面 不过我断定的是 谢冬杰这个家伙 知道河叔的下落 不然的话 根本就无法解释 这个家伙 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得知 我跟河叔认识 然后又有我的号码的 要说谢冬杰是五毒教的人 我觉得有点不可能 五毒教的人 虽然我只见过一次 但是办事情 更加的果断和心狠手辣 他们会直接选择动手 如果谢冬杰是五毒教的人 恐怕我已经被抓起来 然后逼迫河叔现身 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区别 那么谢冬杰这个家伙 又是什么人呢 眼看着那铁链 不断地被卷起来 我整个人的心中 则是在想着这些疑惑 现在这个时候 我看着面前不远处的铁链 竟然已经堆起来好大一堆 看这样子 恐怕已经上来 三十米左右的了 虽然只是大概估计 但相差应该不大 然而河里面的东西 却依旧没有出来 铁链不断地被拉上来 我心中震撼 这河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竟然这么深 这河也有这么深吗 眼前的这一幕 的确是将我震撼到了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 我看到整个河面 开始变得有些汹涌起来 没错 极为明显 比之前我所看到的 还要汹涌 我心中不知道为何 竟然生出了 振振不安的预感 我总觉得今天要出事 但是具体什么地方 完全弄不明白 轰隆 突然 天空的天色 竟然莫名其妙地暗了下来 我抬起头朝着 天空之上看去 不知道什么时候 在我们头顶的这片天空 竟然是浮现出一片乌云出来 第139章 铁链锁关 我看着那布满乌云的天空 这是 要变天了吗 可之前我来的时候 看到整个天空 都还无比的晴朗 而且我将手机摸出来 看了一下 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显示 竟然还是晴 然而 现在这个情况 显然是和天气预报 完全相反的 我看向那汹涌的河面 难不成这天色 竟然是跟河里面的东西 有着直接的关系吗 咔咔咔 那沉重的声音 特别是摩擦着铁链 传出来的声音 仿佛不断地 在敲击着人的心灵深处一样 让人生出一种 极为不安的情绪 妈的 我怎么感觉到 心里面有点发毛啊 陈兄 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在这个时候 身边的味道 看着我出声询问 听到味道的话 我微微点头 因为我心里面 也有这种感觉 我看着河面 现在的我心中 已经有着一种感觉 就是这一切 和谢东杰所做的有关系 这个家伙 到底是在这河底下面 捞什么东西 要不要阻止他 我看着身边的味道 出声询问 文言的味道 则是冷冷一笑 我觉得没必要 这家伙刚刚牛逼哄哄的样子 一会儿要是真有什么 特殊的情况 我们两个自保 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这个家伙 和他的手下 就未必了 味道显然是对 刚刚被谢东杰 用Qiang 指着额头 有着很大的心结 说实话 换作是我 心里面肯定也极为的不爽 水花 在动了 就在此刻 身边的味道 突然间对着我出声 听到味道的话 我连忙将目光 转移到那河面之上 就在这个时候 我看到那河面 整个开始有着水冒出来 这种感觉怎么说呢 就好像是喷泉一样 河里面的水震 不断地朝着上面冒出来 就在那河水 开始朝着外面 冒得瞬间 天空突然闪过一道惊雷 一道银色的雷电 陡然划过 平地惊雷 却并没有半点的雨水 我抬起头 朝着天空看去 这个天色 真的太不正常了 乌黑一片 惊雷四起 但是却没有下雨 而这一切 就是因为 河里面的东西要出来了吗 虽然这是猜测 但是这个猜测却是八九不离十的感觉 我不知道谢冬杰这个家伙 到底是在搞什么鬼 但至少 现在我所看到的一切都在表示 河里面的东西 其实不能动 但是这个家伙偏偏要去试试 或许真的如味道所说 到时候让这个家伙知道 河里面的东西的厉害之后 他才会明白 他一个普通人 惹不起的东西 真的 太多 老板 东西好像要出来了 与此同时 一个手下突然跑过来 对着谢冬杰出声 闻言的谢冬杰面无表情 随后直接低吼着吩咐 加快进度 低沉的声音 从谢冬杰的口中传出来 顿时间 他整个人的面容之上 竟然是仿佛变得有些兴奋起来一样 我眼看着他的动作 同时看向那几个摇着起重机的人 更加的迈力起来 又是十多分钟过去 我看到河面之上 终于是有着一个东西冒疼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的瞬间 我整个人眼皮子一跳 因为那是一口硕大的棺果 一口石棺 棺果 此刻 在我身边的味道 显然也发现了那东西的存在 陡然惊呼出声 没错 棺果 一般的人死了之后 用的是棺材 但在古代的很多有身份地位的人死了之后 会用棺果下葬 棺果奇异是为了彰显死者的尊贵的身份地位 其二就是为了防止最里面一层棺木的快速腐烂 甚至就连尸体也保存得相当好 我看着那棺果逐渐地浮出水面 然后谢冬杰的手下 快速地在地面垫着一些圆形的木头 开始将那些木头垫在那棺果上面 将棺果朝着岸上拉过来 这时候的 我就注意到 那棺果的四角 都被绑着那成人手臂粗的铁链 四根铁链 就是绑在这上面的 我心中掀起一阵惊骇 这棺果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被以这样的方式 放进这条巨大的河里面 这个时候 我看到整个河面 竟然是变得无比汹涌起来 那些河水无比极湍地冲撞着河岸 看起来就好像 是要发洪水了的感觉 那家伙过来了 身边的味道 连忙对着我出声询问 听到这话 我朝着旁边看去 看到谢冬杰面色阴沉地朝着我们走过来 走到我们面前的瞬间 谢冬杰整个人面色冰冷地出声 你们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将我祖上的棺材 和这棺果里面的交换过来 听到这家伙的声音 我整个人心中掀起一阵震撼 这家伙想要干嘛 他竟然想要我和魏道 将他祖上的棺材 和这棺果里面的那棺材交换 瞬间的时间 我和魏道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你知道这棺果是什么东西吗 魏道盯着谢冬杰询问 文言的谢冬杰整个人却露出一抹疯狂的笑容 好似根本不在意这一点一样 管他是什么东西 现在你们按照我说的去做 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 记住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之后 石冠必须再次成河 如果你们做不到 我用你们两个人的命 祭和神 有些阴森的声音 从这家伙的口中传出 此刻的我看着谢冬杰 我感觉到他整个人仿佛已经变得有些癫狂了一样 这家伙的目的是什么 他将祖父的棺材 和这石棺里面换 难不成会有什么好处吗 你们还有二十八分钟 看了看手表的时间 面前的谢冬杰 连忙对着我们两个人出声 随着他话音落下的瞬间 顿时间 我便看到周围的十多个手下 直接将身上的家伙掏出来 然后对准我们的位置 我心中咯噔一声 这个王八蛋 看来不帮他是不行了 这特么的 完全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我和魏道 几乎没有别的选择 唯一的一条路 就是帮这个家伙 做到他想要做的事情 他才会放过我们 但是这河底的光果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和魏道什么都不知 要如何下手 第一百四十章 活人 我苦笑着看向身边的胃胖子 然后出声 动手吧 时间不多了 看着眼前这谢冬杰的架势 要是我和魏胖子 没有完成任务的话 恐怕事情真的会很麻烦 到时候 我们两个恐怕真的会被这个家伙 丢到这条大河里面 河神 我心中想着这个东西 这是我刚刚从这谢冬杰的口中听到的 我不知道这家伙 是从什么地方得知的这个东西 但是我知道 这个东西 绝对不是谢冬杰随口说出来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朝着那巨大的光果走过去 我走到那光果的面前 直接取出了五柱箱 给那光果烧了起来 关中人莫经 一幅千辛坟 不动神魂魄 定能保安稳 我口中默念着爷爷交给我的口诀 先不管这光果里面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总要询问一下人家的意见 然而 就在我口中的口诀 刚刚念完的瞬间 我便是 看到我面前的那五柱箱 开始快速地燃烧了起来 准确地说 是其中两柱燃烧得极为的快速 而其余的三柱速度比较慢 妈的 三长两短 就在这个时候 身边传来喂胖子的声音 想来他也是知道一些 这里面的门道 三长两短 这明显是不让我们开关 谢老板 三长两短 观众的这位不答应我们 给他开关 我看向身后的谢冬杰 这个时候 我只能将真实的情况说出来 看看这谢冬杰会不会让步什么的 面对我的问题 谢冬杰的嘴角 略出一抹冷笑 管他同不同意 我不在乎他的意见 赶紧给我办事 你们还有二十三分钟 谢冬杰在身后不断地给我们看着时间 看来在这个时间之内 这口棺果 必须要沉到河里面去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规定半个小时的时间 但看着谢冬杰的样子 这不像是开玩笑 干吧 我看着身边的味道 然后沉声喝道 听到我的话 味道嘴角也是露出一抹笑意 点了点头 说实话这种情况 我和味道 都是没有半点的把握 但是现在的话 除了开关 似乎没有别的办法了 因为在我们的身后 可是有着十几把枪顶着我们的 这让我们如何是好 我和味道 开始在这棺果的周围转悠了起来 找着这棺果 开关的关键位置所在 片刻之后 我和味道的身形微微一顿 然后让身边谢冬杰的几个手下 赶紧开棺果 而且告诉他们 只要在棺果的盖子松开的那一瞬间 不管什么情况 第一时间后退 听到我的话 谢冬杰点了点头 示意他的手下 六个人直接对着棺果六个卡口的位置中 放进铁锹 随着我一声令下 几个人猛然用力 咔嚓 一声脆响突然间传出来 顿时间 一股黑气 直接从那棺果的缝隙之中冒出来 而后六个人脸色大变 瞬间朝着后方快速地退开 我和味道两个人 同样也是不断地朝着后方退后 这是早就预料到的情况 这棺果 不知道在水下面沉下去了多少年的时间 但是随着棺果的盖子打开 里面竟然还有湿气冒出来 这就证明这棺果里面根本就没有进水 看来这棺果的密封性真的不是一般的好 片刻之后 我们看到里面的湿气差不多泄露完毕之后 继续让那几个人开关 当外面这层棺果打开之后 我看到中间静静地躺着一口棺材 没错 这棺果只有一层 倒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本来以为这棺果远远不只是一层的 毕竟 我对棺果的了解 好像最低配的棺果 都是三层起步 九层封顶 三层好像是一些当官的 或者有钱人 而九层则是一些皇帝才有的待遇 只有一层 有些疑惑的声音 从身边的魏胖子口中传出来 我看着魏胖子 然后出声对着他说道 看来你也发现了吗 或许这棺果 就是单纯地用来防水的 你看四周的缝隙 全部都用特殊的材料处理过 就是为了防水 文言的魏胖子 也跟着点了点头 就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 竟然要埋到这么深的水下面去 开吧 我和魏胖子 盯着棺果之中那口棺材 看了好一阵 这棺材看起来 其实没什么特别的 主要的是 这是一口石棺 所以 棺材盖子的分量 显然是要比普通的棺木 要重很多 这次开棺 魏胖子 还是叫谢冬杰的手下 但是被谢冬杰拒绝了 他说外面还行 里面的必须要我们两个人来 不然他不放心 听到这家伙的话 我整个人的心中 可以说是有种极为郁闷的感觉 就在这个时候 我和魏胖子 都是无奈的一笑 看样子 只能我们自己上了 我和魏道准备好工具 然后站在那棺果上面 两个人看准了棺材盖子 瞬间将手中的撬棍用力 一声清响 棺材盖子好像松开了 但是里面并没有什么东西钻出来 这倒是 让我和魏胖子都是一愣 因为之前棺果里面 好歹还是有湿气的 但是到了我们开棺材的时候 竟然连湿气都没有 这让我心中生出一阵疑惑 难不成我们之前的感觉 都是错误的 我抬起头看向天空 那乌云依旧还没有散去 而且 空中的惊雷依旧在继续 这就证明了 之前我们担心的情况 还没有消失 难道是我们多想了 魏道也是皱着眉头 看向下方的棺材 而我和魏道等了好一会儿 确定没有什么意外的情况之后 方才是继续出声 打开看看吧 既然现在棺材盖子都松动了 那么打开 这棺材盖子看看 那肯定是必然的事情 所以 现在的我和魏胖子 再度用力 咔咔咔 棺材盖子 缩动发出的摩擦声 让人身上 有种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而随着我们将棺材盖子打开 顿时间 我们看到了棺材里面 静静地躺着一道身影 他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长袍 看起来极为的普通 我还没来得及打量他的面孔 眼睛却死死地 盯着他的胸口 因为在那里 竟然在微微起伏 第141章 王 我看着那起伏的胸口 整个人心中 有种说不出的惊喊 妈的 这是活的 此刻 身边的魏胖子 也是惊呼出声 显然这一幕 在我们两个人看来 都是充满了一种 难以置信的感觉 一口沉到河底 不知道多深 不知道多少年的官国里面 竟然有一个活的人 不对 看到这一幕的我 竟然是 察觉到了一种 极为诡异的熟悉感 老道士 当时老道士手中 有着那个干湿的婴儿 那婴儿同样也是 胸口微微起伏 看起来就像是活的一样 那么眼下这棺材里面的 这个东西呢 这特么 怎么可能是活的呢 魏胖子整个人 震惊地看着棺材里面的 这个活人 现在的我 则是将目光 落在了这家伙的脸上 我看到他脸上的皮肤 虽然有着一些皱褶 但是看起来 还算是完好 这尸体的保存程度 似乎也太好了 至少比目前电视上 所发现的那些 幕里面的都要好 而且 最为诡异的一点是 他有呼吸 他的双手静静地 放在腹部的位置 我看到他手指上的指甲 全部都是乌黑的 倒是不算很长 就在这个时候 我听到一阵 呼吸的声音传来 好像正在逐渐变得加快 或者说急促 察觉到这一状况的瞬间 我连忙朝着棺材 头部所在的位置看去 我看到这棺材中的活人 嘴巴微微张开 竟然在吸气 不好 快退 这特么是王 下一瞬间 一声爆喝 直接从魏胖子的口中传出 下一刻 我看到魏胖子整个人 直接从那石棺上面 跳了下去 而我在听到声音的瞬间 整个人也是猛然间 朝着后方暴退 下一刻 一声低沉的嘶吼声 从棺材里面传出来 而就在刚刚我后退的瞬间 我亲眼看到棺材里面的那道身影 直接睁开了眼睛 碰 一声沉闷的撞击声 直接从那棺材之中传出来 而后一道身影 直挺挺的 便是从棺材里面冒出来 魏胖子整个人对着大伙 低吼出声 而我连忙问这个家伙是什么 魏胖子满脸惊恐地看着我 说现在没时间解释了 这特么出事 玩犊子了 魏胖子的口中 不断地嘀咕着 我看到这个家伙的身形 不断地朝着后方退去 看样子是被吓到了 这个时候的谢冬杰 却是冷哼了一声 管你什么王 我看你啪不啪子 随着谢冬杰冷哼的声音传出的瞬间 顿时间一声声枪响的声音 在场中传开 而后我看到场中 谢冬杰的那些手下 不断地对着棺材之中的那道身影开枪 然而 那些子弹落在他的身躯之上 他的身子只是微微颤抖了一下 子弹也的确是落进了他的身体之中 但是我看到那僵尸整个身躯 好像并没有多大的损伤 下一刻 张开嘴巴低吼一声 我看到他的口中 竟然是有着两颗尖锐的牙齿 就和之前我们看到那谢冬杰的祖上是一样的 但是这东西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显然是完全不一样 突然间 我看到他直接跳下来 对准最近的那个家伙 直接扑过去 然后一口咬在了那家伙的脖子上 那家伙身体抽搐着 下一刻 整个身体竟然是瞬间干瘪了下来 而我看着那僵尸的眼睛 也是在瞬间变得一片血红起来 一具干尸快速地出现 然后被他直接丢进了河里面 紧跟着是第二个 此刻的谢冬杰面目争鸣 手中的沙漠之鹰也不断地扣动扳机 给我打 打死这个东西 谢冬杰整个人面目显得有些疯狂 这家伙好像并没有感觉到 这僵尸的恐怖一样 不断地在朝着那僵尸开枪 第二个 第三个 一个个的保镖被那锡杆丢进河里面 但是谢冬杰却是完全没有察觉 老板 这东西根本就不怕呀 这个时候 在连续损失了五个保镖后 其中一个人连忙到了谢冬杰的身边 对着谢冬杰嘀吼着出声 听到这声音的谢冬杰 整个人猛然转过头 目光落在我和魏胖子的身上 你们两个 快点上去 用你们的本事你 制服这个家伙 文言得我心中一愣 但是下一刻 枪口瞬间朝着我和魏胖子移动过来 但是这个时候的魏胖子 却是连忙拉了拉我的手 是时候了 做做戏 魏胖子低语的声音 在我的耳边响起 我心想着 这家伙要干嘛的时候 他整个人 已经是朝着那僵尸掠去 下一刻 魏胖子身体和碰撞在一起 魏胖子整个人身膝倒飞而出 发出一声惨叫 而那僵尸 继续灭杀了面前的有一个保镖 我的眼前一亮 手中一张灵火符瞬间出现 朝着面前的僵尸丢过去 随着灵火符落在那僵尸的身躯之上 顿时他被灵火符烧地 发出一声惨叫 虽然只是短短的瞬间 但是他的愤怒显然增加 然后整个身躯朝着那些保镖的人群之中 冲击了过去 四个保镖的身子 直接被撞飞开 然后重重地落在地上 然后昏死过去 混账 你们给我杀这个鬼东西 这个时候的那谢冬结 终于是开始变得有些慌张起来 不断地对着身边的人嘶吼 而我无意中瞟了一眼这谢冬结 这家伙还真是有点意思 真以为有点钱 还有点武器就能够钢得过这种 最开始我没有踏入这一行的时候 我也认为 有钱 有武器就是很牛逼的 但是这世上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太多 就比如眼前的这个东西 而我和卫胖子 不过是洋装攻击 然后激发着的怒火 让这谢冬结的下属承受 到时候没了这些下属 谢冬结不过就是一个任人宰割的家伙罢了 好 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震耳欲聋的嘶吼声 突然从那僵尸的口中传出来 他浑身竟然是冒着一种血红的气息 血煞 这是血煞 身边的魏胖子 惊恐地出声 第142章 要我做官 魏胖子的眼神里面充斥着恐惧 而我也是感觉到 此刻在这个僵尸王身上 所散发出来的气息 不是一般的恐怖 比之前还要恐怖了很多 下一刻 我看到他直接伸手一抓 三个保镖直接出现在他的手中 然后脖子被他捏断 瞬间丢进了河里面 跑 快跑 不知道人群之中谁喊了一句 那些保镖这个时候 竟然是一窝蜂地朝着外面跑去 准确地说 那些保镖本来二十多个人 现在竟然只剩下十个不到 而那谢冬结整个人 显然也没有料想到这一幕 他呆滞地站在原地 至于那些保镖 现在没有一个担心谢冬结 钱虽然是好东西 但是没了命 再多的钱 也是没有任何卵用的 这些家伙 还是很清楚这个道理 跑 快跑 这个时候 魏胖子也是拉着我 因为那僵尸王这个时候 竟然是开始朝着我们这边靠近过来 他面目猙獰的样子 仿佛印证了一个词语 神党杀神 谢冬结 手中的沙漠之鹰 不甘地朝着 僵尸王扣动扳机 但是却发现 子弹已经用完了 他对着僵尸王咆哮 你个混账 休想阻挡我的生龙之路 下一刻 我看到谢冬结整个人 竟然朝着那僵尸王冲过去 而我整个人心中一宁 这个家伙 真特么的疯了吗 这东西 他敢硬碰上去 我和魏胖子都不敢 他算个什么玩意儿 我身形瞬间朝着谢冬结掠去 从中拦住他 并不是我想要救这个家伙 而是因为现在的我 还需要从他的口中得知何书的消息 所以他不能死 你特么疯了 你过去他一根手指头 就能碾死你 谢冬结口中 喊着生龙之路 他整个人已经陷入了癫狂的状态 而我顿时间感觉到一股凌厉的进风瞬间袭击过来 我回过头看去 发现那僵尸王整个朝着这边扑过来 而我心中也是升起一股凉意 下一瞬间 一声低贺从旁边传来 走 随后 我看到魏胖子手中捏着一张符转 一口惊血喷在那符转上面 那符转陡然化作一条火龙一般 直接朝着那僵尸王冲击过来 轰隆隆 那火龙冲击在僵尸王的身躯之上 顿时间 我看到那僵尸王身形被阻止了片刻 而我这时一把提起那谢冬结 朝着魏胖子掠取 要走一起走 魏胖子面色有些苍白 此刻的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 感觉到了魏胖子这家伙的靠谱之处 然而 身后传来一声低吼 将尸王瞬间朝着我们扑过来 感受着身后传来的气息 魏胖子苦笑一声 玩犊子了 跑不掉了 我特要还是个缺难啊 魏胖子一脸悲痛欲绝的样子 我心中一阵无语 这特么多什么时候了 魏死胖子 竟然还有心情说这些 不过 就在那僵尸王 双手即将抓在我们肩膀上的时候 突然间 我看到面前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无比诡异地出现了一道 浑身包裹在黑袍里面的身影 他整个人一拳朝着那僵尸王的手掌 轰击过去 随着两者碰撞的瞬间 我看到空中 竟然掀起一股无形的气浪 看到我眼睛一直 而那僵尸王 整个人露出一阵痛苦的表情 然后身形不断地朝着后面 暴退了出去 我心中一惊 这个家伙是谁 竟然这么强悍 这是我心中第一个想法 因为这家伙 竟然能够直接将这僵尸王 给硬汉地后退 他自己的身体 只是轻微地颤抖了一下 别想着跑 一会儿让你帮忙 就在我心中震惊 同时又惊喜 因为现在有人拦住了僵尸王 那么我和魏胖子 就能走了的时候 一声有些嘶哑的声音 顿时间从这黑袍下面传出来 文言的我心中一沉 开什么玩笑 我能帮忙 我整个人有种说不出的难受 我当时就想问这个大佬 我能帮什么忙 送人头吗 不过看着此人在关键的时刻 救了我和魏胖子一命 我心中也是一阵感激 说不定我还真能够帮忙呢 人还是不要太看清自己的好 走啊 魏胖子看到我不动 拉了我一把 文言的我看着 魏胖子解释 这位前辈说 让我们别走 要我们帮忙 卧槽 这你也信 我们俩能干吗 魏胖子现在就想着逃命 因为他刚刚那一下 估计自身消耗很巨大 你消耗比较大 你先走 我留下来 我认真的 看着魏胖子出生 这个家伙刚刚要是自己逃走 说不定已经逃走了 却因为关键时刻救了我一命 不单单损伤了自身 还失去了逃走的机会 你大爷的 胖爷 我没什么本事 但让我抛弃战友 这辈子都没可能 我特别要是想自己逃 刚刚就不救你了 听到我的话 魏胖子显然是露出了一脸的不爽 看到这家伙的样子 我也是会心一笑 这个时候 我看到面前身穿黑袍的那家伙 整个人竟然无比凶悍地压制着那将尸王在打 那将尸王不断地后退 下一刻 我看到那将尸王被黑袍人一脚踢飞出去 但是这将尸王就好像完全不痛不痒一样 又不断地朝着黑袍人扑过来 这将尸王不单单攻击力无比强悍 更为恐怖的是他的防御力 下一瞬间 我看到那黑袍人竟然主动直接一把抓住将尸王的手臂 然后猛然用力 把将尸王整个身体朝着空中抛去 然后黑袍人身体冲向天空 一脚踩在那将尸王的肚子上 而将尸王整个身躯朝着那石棺之中砸下去 黑袍人随后紧跟来 一把掀起两个棺材盖子 直接落在那棺果上面 砰 一声重重的声音传来 棺果的盖子合拢 而那黑袍人就这么站在棺果的上面 但是下一刻 棺果里面传来一声低沉的撞击声 那棺果的盖子 足足被撞击起来好大一劫 与此同时 那黑袍人直接朝着我这边看过来 那小子 快过来做官 听到这话 我整个人心中咯噔一下 第143章 镇压 听到这声音的瞬间 我有点愣在原地的感觉 看着石棺上面站着的那黑袍人 他现在正朝着我这边的位置看过来 而我一时间 却没有反应过来 小子 你还愣着干什么 没当过做官童吗 那黑袍人的低吼声 陡然间从他的口中传出来 听到这声音的瞬间 我心中掀起一阵惊骇 怎么又特娘的 是一个知道我当过做官童的人 最开始的时候 是那同时巴 同时巴知道我当过做官童 我可以理解 因为这个家伙本身就是做官童 而且还是 一个特殊的例子 极为的强悍 但是眼前这黑袍人 又是怎么知道 我当过做官童的 你还当过做官童 身旁的位胖子 也是连忙看向我 对着我沉声询问 我看向他这时候 我也不知道 怎么给这个家伙解释 等会儿再说 此刻的我看着那石棺 再度被震的 朝着上面跳了一步 就算是那黑袍人 实力强悍 但现在仿佛 也是有点压不住 那棺材一样 看到这一幕的瞬间 我整个人心中 掀起了一阵惊骇 之前那黑袍人就说了 需要我的帮助 现在看来 他所谓的帮助 就是这个时候 他既然选择了救我们 那应该没有必要 再通过这么复杂的方式 想要害死我们 所以我没时间 给为胖子解释 整个人朝着那石棺 所在的位置 暴略了过去 你确定 我能够震得住这个东西吗 做官童 讲究的是以童子之身 镇压关中的东西 然而 这个东西的强悍之处 已经远远不是 我可以震得住的 现在这黑袍人 却让我做官 他看着我 此刻我 只能看到那双眼睛 从那眼睛里面 我看到了一种 莫名其妙的情绪 谈不上熟悉 但是也谈不上陌生 有点怪怪的 我甚至感觉到 眼前的这人 好像认识我一样 你身上那东西震得住 就在我问完 这个问题的瞬间 眼前的这黑袍人 却是陡然对着我出声 当我听到 这家伙的话 我整个人 无比惊骇地看着他 可以说我真的 被这个家伙的话 给震撼住了 眼前的这个家伙 竟然告诉我 我身上的东西震得住 他知道我身上 有令牌 我身上能拿得出手 而且又无比神秘的东西 只有这个 那么他这话 不可能是随便说说的 而是真的知道 我身上有着一个东西 可以震得住 这棺材里面的玩意儿 你是谁 我突然无比警惕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家伙 虽然我感受不到他身上的敌意 但是他竟然连我身上的东西都能够一言道出来 小子 如果不想死的话 就赶紧地 棺材里面的这玩意儿 不算什么 但要是一会儿盒里面的那东西出来 我可就就不了你们了 这个时候 眼前的黑袍人却是盯着我 沉生说道 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 而我心中 也因为这个家伙的话 变得极为凝重起来 这个家伙口中所说的盒里面的东西 这让我整个人心中 都是掀起一阵狂澜 之前的谢冬结 也是在说和神 难道说 这条河的下面 真的有所谓的那什么河什么 这时 我突然看到 整个河面竟然激起一朵极为庞大的浪花 按理说 这种浪花 恐怕是要在海上才看得到的 但是在河里面 竟然也会激起这种浪花 快点 与此同时 棺材上的那位 也是对着我低河出声 他不是对我发怒 而是在催促我 此刻的我心中 一横索性直接一步 跳上了石棺 或许是因为 我一直都没有在这黑袍人的身上 感受到半点的敌意 当我整个人跳上棺材盘坐下来的那一瞬间 我感觉到棺材里面 陡然间有着一股极为庞大的阴冷之气 瞬间朝着我的身体之中汹涌进来 而我体内的灵气也是在第一时间做出了抵抗 但是 这股阴冷的气息仿佛正在不断地增强一样 让我整个人心中都是升起一阵不安 而且 这光果的盖子正在不断地抖动着 似乎是里面的东西想要跳出来一样 就在这个时候 我一只手伸进怀中 然后把那令牌捏住 之前是黑袍人说的 我身上的东西能够震得住 所以我也只能相信 我身上的东西就是这个令牌了 当我的手掌握住令牌的瞬间 我感觉到令牌轻微地颤抖起来 然后上面竟然是有着一股暖流 瞬间朝着我的手掌心里面袭击过来 而这个暖流出现的瞬间 开始疯狂地朝着我的身体之中流窜而去 不断地开始袭击 我身体之中的那些阴煞之气 本来已经进入 我身体之中的那些阴煞之气 也是在这个时候不断地被击退 然后被压制出去 就在这一瞬间 我突然感觉到 我屁股下面的那口石棺 竟然停止了抖动 棺材里面的东西 好像在这个时候 彻底地恢复了平静 不再继续闹腾了一样 而那黑袍人 也在此刻直接跳下了石棺 刚刚黑袍人还在我的身边 我心里面也还算镇定 毕竟黑袍人很强 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 他在身边的话 心里面自然是会放心很多 但是这个时候 这家伙竟然自己跳了下去 这未免也太坑了吧 就在我心中无比郁闷的时候 那黑袍人却是看向我 沉生说道 坐着别动 说完 这家伙竟然是猛然间 一脚朝着这棺果踢过来 而就在他一脚踢在这棺果上面的瞬间 我感觉身下的棺果 猛然朝着后方移动了一大截 我的身子也在棺果上面摇摇晃晃的 紧跟着 我看到这黑袍人 朝着棺材踢了第二脚 碰 又是一声闷响 棺果又移动了一步 这时候的我心中咯噔一声 猛然朝着我身后看了一眼 那是那条大河的方向 而这棺材 在那黑袍人的踢动下 正在朝着那条大河滑动过去 很明显 这黑袍人 是想要将这口棺材 踢到那大河里面去 但是要是这棺材落进大河里面 我呢 我岂不是也会跟着 掉进大河里面去 第144章 读书了 想到这里的瞬间 心中便是一阵着急 对着面前的黑袍人问道 你这是干什么 文言的黑袍人动作一顿 然后看着我出声 当然是让这个东西 回到河里面去 要不然河里面的东西出来 你负责吗 黑袍人的声音里面 透着一丝冰冷 听到这家伙的话 我就更加确定了 刚刚的猜测 这家伙的确是要将 这口棺材 推向河里面 那么我呢 我对着他吼道 你大爷的 你倒是好 棺材落进河里面 陷在那河水的样子 一下子就能 把我整个人拍下去 我还能活吗 说到这个 我就准备站起身来 然后就在我刚刚 准备有所动作的瞬间 面前的这黑袍人 却是对着我 低吼了一声 坐下 听到他的声音 我的身子 本能地坐在棺材上面 因为这家伙的实力强悍 所以导致他的声音 都是透着一股 极为强悍的震慑之力 不是我怕 主要是这黑袍人的 实力强得我太多 那种气势上的碾压 几乎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但不管怎么样 总不能我陪着这棺材 一起下去 说实话 我也怕 所以现在 我自然不愿意 继续干下去 你放心 你不会有事的 就在我准备 说点什么的时候 面前的黑袍人 突然对着我出声 听到这声音的瞬间 我微微一愣 因为眼前 这个家伙的声音 竟然变得极为的稳重 而且带着一种温柔 说完 这家伙直接朝着棺材 踹出了第三角 这第三角 直接将棺材弄到了 河边的位置 也就是说 现在这种情况 要是再来一下的话 棺材就会直接掉进河里面 那个时候 我肯定也会跟着棺材 一起掉下去 我凭什么相信你的保障 但是此刻的我 却是再度回过神来 然后看着面前的 这个家伙出声 说实话 我真的有点害怕 面对死亡 我相信 没有人还能做到 没有丝毫波澜 我还有很多的事情 没有做 我还要找我的爷爷 我还有回去看我爸 还有何叔也没有找到 当然 我更想知道的是 关于我们陈家的秘密 说白了一点 我要是现在就这么死了 我心里面会不甘心 所以我 暂时还不能死 小子 你只能相信我 之前要是我不出现的话 你们已经死了 如果你不配合我 那我现在就走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棺材里面的那个东西 已经变强了很多 到时候 就算是你 和那胖子跑出去 他也能够追到你们 听到黑袍人的话 我心中一时间有些不知道 该怎么办起来 相信我 我会救你出来 我答应你爸的 淡淡的声音 从这黑袍人的口中传出 这次 我的眼睛一睁 因为我从这家伙的口中 竟然听到了我爸两个字 他认识我爸 你认识我爸 我对着他嘶吼出声 这时候 面前的这家伙微微点头 而后看着我说道 没错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你爸身上的病 是人味的 你身上还肩负着使命 我不敢让你出事 不过 你得完全相信我 因为必须要这口棺材 三分之二没入水中 你才能从棺材上面下来 不然的话 里面的东西就会挣扎出来 黑袍人继续出声 听到他的话 我心中可以说 掀起了一阵惊涛骇浪 这家伙竟然知道 我身上这么多的东西 说实话 现在我好像没有选择 我只能赌一把 选择相信他 不然的话 他肯定会真的不再管 这棺材里面的东西 而我和魏胖子的局面 就会相当的糟糕 想到这里的我 瞬间深吸了一口气 对着他出声 来吧 在我说完的瞬间 他也是微微对着我点头 然后出声 沉住气 不要慌 花音落下 我看到他猛然一脚踢在石棺上面 顿时间 我感觉到身下的石棺 开始快速地滑动起来 然后朝着河里面飞去 这个时候 在我的耳边 能够清晰地听到 那河水拍打的声音 无比汹涌 甚至隐隐的我 竟然还听到河里面 传来一阵低沉的咆哮声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错觉 因为现在我感觉到 身体在下沉 随着这口石棺 不断地朝着下面自由落地 说起来 这口石棺本身 就有着无比庞大的重量 但是此刻我和石棺 就好像连在一起一样 完全没有因为 石棺的重量而分开 我看着周围的那些河水 朝着我包围过来 我还看到岸上的胃胖子 呲牙咧嘴地对着我大喊 甚至还朝着黑袍人跑过去 但是黑袍人 站在原地没有动摇 周围只剩下那 河水拍打的声音 下一刻 我感觉到 河水朝着我的身上 拍打过来 我心中生出一丝绝望 但同样抱着一种希望 我感觉到 身下的棺材 已经有着大部分 直接掉进了水里面 但是黑袍人并没有出现 堵错了吗 我的心里面 冒出这样的一个念头 而就在这个念头 刚刚浮现的瞬间 我看到面前突然有着一根铁链 冲破水花 然后朝着我袭击过来 但是这铁链并没有攻击我 而是直接缠绕在我的身上 在这铁链缠绕我的瞬间 我整个人身子 顿时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所缠绕 然后整个身子被拉扯地 从这水花之中脱离出去 感受到这股力量的瞬间 我心中一喜 下一刻 我的身子腾空 终于冲出去了这水面 而我看到了岸上的魏胖子和黑袍人 此刻黑袍人的手中紧握着一根铁链 这是之前谢冬杰那家伙准备的 或许是备用 我倒是没有想到 这黑袍人竟然是利用了这个东西 将我救了上来 在我身形即将落地的时候 黑袍人伸手拖住我 让我安全着陆 我悬着的一颗心 这才放下来 陈兄 吓死胖爷我了 我特么 还以为我们刚认识 你就要隔屁了 身边的魏胖子 连忙过来对着我出声 听到这家伙的我 我脑门子一阵黑线 而后 我看向了面前的黑袍人 第145章 谢冬杰的交代 看来 我并没有赌输 而是赌赢了 看着眼前的这个黑袍人 其实我的心中 有着无数的疑惑 他到底是谁 为什么又知道 我身上这么多的事情 但是我暂时 还是将我心中的这些疑问 都压制了下来 因为我知道 就算是我问了 眼前这黑袍人 也未必会告诉我 他之前之所以 给我说那么多 只是为了让我相信他 配合他罢了 不然我要是强行反对 对他来说 恐怕也并不是什么好事 谢谢 最终 我对这面前的黑袍人 低声说了一句 不管怎么说 都是他救了我们 不然的话 我和魏胖子 恐怕现在已经成了那僵尸王手下的亡魂 无妨 互相帮助罢了 淡淡的声音 从黑袍人的口中传出来 这个时候 我看到天上 有着一阵光照射下来 我连忙朝着 头顶看去 这才发现 天上的乌云竟然散开了 太阳再次照射下来 发现这个情况的 我连忙将目光转移到身后的那条大河 这个时候的我发现 本来之前无比汹涌的河流 这个时候 竟然也恢复到了 我最初看到的那个样子 虽然依旧是有些湍急 这一切 果然是有着关联 大爷的 这下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竟然连天都变了 这个时候 身边的魏胖子也是惊呼出声 对于这个问题 我和魏胖子肯定是不知道的 但是眼前的黑袍人肯定知道一些 但是他却并没有解释的意思 而是看向身后那谢冬结组上的棺材 又看向我和魏胖子出声 我看你们还是把你们的残局收拾一下吧 淡淡的声音 从黑袍人的口中传出来 听到这话的瞬间 我方才反应过来 我们今天来办的事 好像还没有弄完 但是现在这情况 谢冬结那些手下全都跑了 我和魏胖子两个人 似乎也没有办法搞定这事啊 这位前辈 你能不能帮帮忙 现在我们两个人 似乎没办法解决这口棺材啊 我看着面前的黑袍人出声说道 文言的他想了想 随后看着我们 让我们赶紧挖棺材坑 他能帮忙给我们把棺材抬进去 他的时间不是很多 听到黑袍人话 我让魏胖子 赶紧去挖棺材坑 听到这话的魏胖子问我 为什么是他自己去 你收钱了吗 我看着魏胖子询问 魏胖子微微点头 而我笑了笑 说我没收钱 魏胖子嘴角抽出了一下 赶紧拿着锄头过去开弄 而我则是 走到那谢冬结的面前 这家伙现在疯疯癫癫的样子 而我看着谢冬结 直接出声询问 何书在哪 面对我的问题 谢冬结微微一愣 然后对着我狂笑出声 哈哈 你帮我把坟签了 等我生龙之后 定然带你不薄 听到这个家伙的话 我也是一阵无语 然后对着他 就是一巴掌 我问你 何书呢 看着眼前的谢冬结 我低吼着出声 听到这话的谢冬结 整个人却是更加疯狂地 大笑了起来 我不断一巴掌一巴掌地 抽在这个家伙的脸上 好一会儿的时间 他方才微微缓和了下来 因为我检查过 这家伙身上三魂七魄都在 根本就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能确定的是 这家伙应该是精神受到了点刺激 在这装疯卖傻呢 不说是吧 听说你很喜欢祭和神 那我拿你去祭和神 说完 我一把掐住了这个家伙的脖子 然后对着他出声 拖着他的身子 朝着大河之中走去 这个时候的谢冬结 整个人突然变得有些慌乱起来 然后对着我出声 你不能杀我 你不能杀我 我有钱 我有很多钱 我把钱都给你 怎么样 面对这个家伙的话 我心中没有丝毫的波动 我现在只想知道何书的消息 甚至懒得和他半点的废话 我直接拉着这个家伙到了河边 对着他喝道 你现在只有一次机会 我不想浪费过多的时间 如果你不愿意说 那我就自己去找 三 二 我对着面前的谢冬结出声 但是这个家伙 一直都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直接抓起 他的身子 就朝着河里面丢过去 我说 我说 在身子腾空的那一刻 谢冬结连忙出声 听到这声音的瞬间 我赶紧抓住了谢冬结的一只手 而他身子砸落下来 整个人已经有半个身子 被淹没在水中 别 别松手 我说 谢冬结惊慌地看着我 眼神之中流露出对死亡的恐惧 这家伙之前身后 有二十多个保镖的时候 牛逼轰轰的样子 原来 他也这么怕死 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说吧 听到我的话 谢冬结问我 能不能先拉他上来 我将这个家伙拉上来之后 他整个人惊恐地看着河里面 然后快速地朝着后面退后两步 我眼睛盯着他 这个时候 他才告诉我 说是别人给了他我的电话 何叔这个线索 也是别人告诉他的 听到这话的瞬间 我的瞳孔一缩 这话的意思 难道是这个家伙 也不知道何叔的下落 我看着面前的谢冬结 冷声说道 难道说 你是想要再去河里面走一圈 我 我说的是真的 这个人就是卫道长的父亲 是他打电话告诉我的 他说他有事情来不了 让他儿子来也是一样的 但是他儿子一个人估计搞不定 就让我找一个人帮忙 然后他就给了我你的电话 他说 你家里面是千分世家 只要我用何叔的消息威胁你 你肯定会来帮忙 我知道的只有这么多了 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何叔 看着谢冬结的样子 这家伙有着一抹哀求 还有那恐惧的眼神 我知道这个家伙 恐怕并没有乱说 但是这个时候的我 看向了那边正在挖坑坑的魏胖子 如果真的是他老爹给谢冬结打的电话 那么魏胖子知道吗 还是说 这个家伙从一开始 也是在伪装 第146章 和黑袍人的谈话 现在的我 可以说心情有些复杂 因为根据面前这谢冬结所说的情况 我竟然对魏胖子产生了一点怀疑 最终 我看向谢冬结 问道 魏道长知道这件事情吗 文言的谢冬结却是摇了摇头告诉我 他也不知道 反正他就是接到了魏道父亲的电话 然后找到我 这让我更加想不明白了起来 这个时候 魏胖子那边对着我招手 让我赶紧过去 树棺材坑挖好了 我一把将这谢冬结提着走过去 然后丢在旁边 对着他出声 让他最好不要乱来 因为刚刚那黑袍人给我们说了 谢冬结组上这种方法 属于强行改风水 其实很损应得 所以让魏胖子 将棺材坑挖成了平的 正常下葬的话 到时候谢冬结的组上 这具尸体身上的湿气 也会慢慢地消散这口棺材 如果是树棺葬 那么作用就很大 如果是正常下葬 就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随后 在我们三个人的努力之下 那棺材直接被抬进棺材坑 但我感觉到 我和魏胖子 其实没下多大的力气 主要的是 那黑袍人太厉害了 正常将这具棺材下葬之后 魏胖子 这才骂骂咧咧地 走到那谢冬结的身边 一脚踹了过去 去你的个八子 你还拿枪指着我 你现在能一个给我看看 我特么倒是想要看看 你能拿胖也怎么样 魏胖子显然对之前的事情 也是相当的介怀 而此刻的 我 却是拉住魏胖子 说 刚刚这家伙 已经被我做得差不多了 别一会儿 不小心给弄死了 说吧 为什么要将你祖上的棺材 和河里面的那口换 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我看着面前的谢冬结 直接出声询问 闻言的魏胖子喘着气 又是一脚踹过去 让你说话 你特么哑巴了 刚刚不是很神气吗 谢冬结抱着脑袋 生怕为胖子踹他的头一样 苦着一张脸 甚至看样子 好像快哭了出来 看到这个家伙的样子 好像并不是装的 这让我很是郁闷 这家伙 竟然还会哭 我 我就是听说 这条河下面有河神 而且 刚刚那棺材里面的东西 是河神的心腹手下 听说他是养龙丝 这个村里面的祖上 所以 养龙丝存在这么多年 就没有被洪水冲过 但是几十年前 因为养龙丝的人 将这口棺材拉出来过 当时整个村子就遭殃了 都说 要是尸体能够葬进 这个口棺材里面 这辈子 包括后辈子孙 肯定都风调雨顺 所以我就想着 给我的祖上换换风水 这家伙支支吾吾的 将他的情况说出来 根据他的解释 好像是想要通过 将尸体弄到那口棺材里面 然后让现在的他更进一步 不得不说 这家伙的想法 真的不是一般的愚蠢 甚至还害死了那么多的人 刚刚那些家伙 虽然是谢冬杰的下属 但是也不知道 家里面有没有别的什么亲人 要是有的话 岂不是一个悲剧了吗 想到这里的我顿时 就觉得这谢冬杰 还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王八蛋 为了自己的事情 完全不会考虑到别人的生死 就是之前的那个情况 明明刚看到自己的手下 已经死了好几个 还在要求那些手下 上去对付僵尸王 那玩意儿 是普通人能够对付得了的吗 这家伙没有撒谎 养龙斯的确有个传说 听闻这河 下面有一条龙 乃是这条大河的河神 而养龙斯 就是河神下属的后裔 传说中 那口棺材 的确就是河神的下属 而且几十多年前 养龙斯被河水冲走 也和他说的那个相差不大 就在这个时候 身边的黑袍人 竟然是主动出声 听到这家伙的话 我愣了愣 他这是 在告诉我们 谢冬杰没有说谎 这个时候 魏胖子 却是一脚踢在了 谢冬杰的腹部 我去你大爷的 你这是在坑 我们是吧 那棺材里面的 是一头僵尸王 你他妈二十万 就让我来卖这种命 现在老子要两百万 陈兄的钱 也一分不能少 魏胖子 对着谢冬杰低吼 谢冬杰连忙点头 在他看来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就不是事情 好 两百万 你们一个人两百万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开支票 说完这家伙 从身上把支票摸出来 他的支票有一个盒子装着 竟然没有被水打湿 他连忙一人 给我和魏胖子 洗了两百万 魏胖子看着我会心一笑 直接将他的支票收起来 而我则是微微迟疑 愣着淡麻 赶紧收下 看到我不动 魏胖子也是连忙拉了我一把出生 最终 我还是将这支票收起来 这钱不收白不收 但是这笔钱对我来说 还真不是一般的巨款 上次何书帮精心办事 也是几十万 当时何书给了我两万 当然 我身上也有二十万存款 这是王远胜这个王八蛋给的 我是准备留着给我八看病的 将钱给了我们 谢东杰方才是颤颤巍巍的 看着我们说道 二位 我 我能走了吗 这家伙带着一脸的恐惧 看到这家伙的样子 我本能地看向黑袍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想问问他的意见 我看到黑袍人巍巍点头 最终又看向了魏胖子 问他还有什么要问的没有 魏胖子现在正拿着支票研究 索性也就让这家伙走了 这个时候 我单独走向了黑袍人 对着他出声 能和你单独聊聊吗 淡淡的声音从我的口中传出 说完之后 我就仔细地看着面前的这个黑袍人 看看他的反应 而他没有回答我 只是缓缓地走向旁边 这是默认了 我连忙跟在他的身后走了过去 走到旁边之后 我方才是深吸了一口气 看着他询问 前辈 我能知道你是谁吗 这是我心中无比疑惑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感觉到 眼前的这人 是有非敌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记住 我不是你的敌人就行 眼前的黑袍人看了我一眼 但是这个答案 让我有点无语 因为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 我想要知道的内容 这时候 我又对着他出声 您认识我爸 之前他竟然说我爸身上的病是人为的 这个问题让我心中很是在意 我一直都以为 我爸身上的病是天生的 我爸才一副虚弱的样子 身子骨很差 但是就在刚刚 他竟然告诉了我这些 你应该知道 刚刚之所以跟你说这个 是迫不得已的 想要得到你的信任 这件事情 你现在还不应该知道 因为就算是你知道了 也没有半点的作用 所以你就不要再问了 黑袍人的声音继续传出来 我心中又是一阵郁闷 这不还是跟没说一样吗 这让我很是纠结 我真想问问他 能够告诉我什么了 您认识我爷爷吗 最终 我朝着爷爷的方向问了一下 他既然知道 我爸 那应该也知道我爷爷 果然 他点了点头 然后告诉我 但我也不知道 他在什么地方 所以这个问题 你不用再问了 我 这一下让我有点无语了 这家伙已经知道 我接下来要问什么了 竟然直接将我的问题 给截断了 最终 我看向他问道 前辈 既然您知道我身上的东西 那必定是我爸很信任的人 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东西到底是什么 我怀中的令牌 虽然已经帮我 化解了好几次危机 又是极为强大的存在 但是我 根本就不知道 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如果我知道这东西是什么 那么我就可以去研究一下 说不定在关键的时刻 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更大的 这个时候的他 转过身看向我 我从他的眼神里面 看到了极为认真的神情 那个东西 只有陈嘉丽人的传人才知道 你爷爷传给了你爸 你爸又传给了你 我还真不明白 不过你可以自己 去研究一下 这个也只能靠你自己 这让我彻底有点抓狂的感觉了 这完全就是跟没说一样 那前辈 您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河里面的 到底是什么 我只能放开我们家的方向 问问他这条河里面的问题 毕竟他对于这条河 似乎知道点 河里面的东西 就是刚刚所说的那样 至于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说到这里 他微微停顿了下来 然后看着我 为了铲出别人的一个爪牙 而那小胖子 你也不用担心 可以足够地去信任他 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震惊地看着眼前的黑袍人 他怎么知道 我怀疑为胖子 第147章 令牌真正的样子 看着眼前的黑袍人 我心中冒出浓浓的疑惑 不过 此刻的他似乎也不想再 和我多说什么 看向我出声 行了小子 该告诉你的 就是这些 说完之后 看着这黑袍人的样子 是准备离开了 我也没有办法去留住他 看着黑袍人消失在我们的面前 身边的魏胖子 连忙走过来 看啥呢 你认识吗 听到魏胖子的这话 我微微摇头 我肯定是不认识他 但是我感觉 他好像知道我一样 当然了 根据他的话来推测 他应该是认识我爸的 所以才知道 我身上的一些东西 想了一会儿的 我决定不去想那么多 因为想了也想不明白 还是想想当下的事情再说 我来尊诚主要是为了寻找何叔的下落 现在没有想到的是 从那谢冬杰的口中 并没有得到我想要的 心中想到这里的我 看向了身边的魏胖子 因为谢冬杰告诉我 是魏胖子的老爹打电话给他 告知了我的情况 那么魏胖子的老爹这么做 又是为了什么 行了 完事了 走吧 胖爷我请客 好好弄一顿 魏胖子将他手中的支票收起来 显然对于这支票的收获 魏胖子很是满意 现在的他 一扫之前的愁容 完全没有将这一期放在眼里 尊诚我不是很熟悉 魏胖子倒是挺溜的 带着我去吃了尊诚的特色 最后这家伙 竟然还要带我去洗脚 我着实没有那个爱好 最终魏胖子 只能带着我去一家酒店落脚 他说我们明天就得抽时间 去将这支票给提到我们自己账上 不然的话 以防出什么意外 毕竟谢冬杰这家伙 本身就是一个不靠谱的人 我应和了魏胖子两句 心中却还在想着何书的事情 想了想 最终我还是看着魏胖子询问 魏兄 你现在能联系到你父亲吗 听到我的话 面前的魏胖子愣了愣 随后一脸嫌弃的出声 陈兄 你不跟我提那老东西 我们还是朋友 我就说 那老东西 这次怎么要跑路 他肯定是知道了这次事件的危险性 所以 这次才跑路的 就把事情往我的身上推 这是亲爹干出来的事吗 看到魏胖子 一副一份甜蜜的样子 总感觉这家伙 不像是演出来的 说不定魏胖子 还真不知道他爸的事情 而我心里面则是在想 要不要将这件事情 告诉魏胖子 这时 魏胖子也突然问我 哎 之前我听你说 你好像是来找人的 我点了点头 告诉魏胖子 本来我以为谢冬杰的身上有线索的 但是之前我问谢冬杰 这家伙 似乎也是受人指使的 但是具体的他也不知道 所以现在线索算是断了 想了想 我还是没有将这事 直接给魏胖子说 不管魏胖子知不知道 留个心眼 总是好的 嗨 找人这事吧 我觉得还是不能着急 毕竟有时候真得看缘分 说着 魏胖子又靠近过来问我 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看着这家伙八卦的样子 告诉他 要是没事的话 我就准备休息了 让他回自己的房间去 离开我房间的时候 魏胖子这家伙 还在强调 明天一起去弄支票的事 当魏胖子离开之后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盘坐下来 打坐片刻之后的我 感觉自己的心神 似乎平静了很多 我想到了之前黑袍人 给我说的话 他说 那令牌 竟然是我们陈家的传承 我有点没弄明白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将令牌从我身上拿出来 看着这没有什么异样的令牌 除了能够在关键的时刻 能救命之外 我真找不到 这令牌的特殊之处 上面好似有个什么符文 但是看样子 都有些看不清了 完全不知道 这符文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研究了半天 我心中转念一想 这令牌 竟然能克制那么多的东西 那么能不能将灵气灌输进去呢 想到这里的我顿时间将体内的灵气运转而出 然后灌输进入这令牌之中 随着我体内的灵气灌输进去 下一刻 我竟然是发现手中的这令牌竟然闪过了一抹亮光 没错 这亮光闪现之后 这亮光浮现 我看到一个完整的符文出现在眼前这令牌之上 下一瞬间 我整个人身躯一颤 仿佛是出现在一块巨大的石碑面前 这石碑上面 有着无数的符文 或者说 这些符文看起来又像是一个个小人的影子 我站在这石碑下面就好像是一只蚂蚁一样的渺小 此刻的我整个人心中都布满了震惊 这东西 才是令牌真正的面貌吗 但是令牌上面这些东西 又是什么 我心中带着这样的疑惑 不断地朝着这巨大的石碑靠进去 当我走到石碑面前 我用手去抚摸这石碑 下一瞬间 我感觉到体内的灵气 正在不断地朝着这石碑蜂拥过去 准确地说 应该是这石碑在不断地吸收我体内的灵气 我心中大惊失色 准备将我的手掌移开 却发现根本就无法绊倒 我整个手掌 好像是被粘在这石碑上了一样 这是 怎么回事 我里面开始变得有些着急起来 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我体内的灵气 估计会被吸收得一干二净 然后虚脱 在我不断地挣扎之中 我体内的灵气 真的被这石碑给吸收得一干二净 而我整个人瘫软在地上 但是我发现我的手 依旧是无法从这石碑上面移开 下一刻 我看到石碑上面的几个符文 突然之间闪烁着亮光 然后朝着我飞掠过来 在我根本就来不及反应的瞬间 那几个符文 钻进了我的脑海之中 玄灵指 这是我脑海之中浮现出来的内容 距灵气于经脉 好像是一门道法 我的心中掀起一阵惊讶 这个时候的我 有点没有反应过来 随着那些符文 进入我的脑海之中 我脑袋里面就出现了 这玄灵指的修炼内容 与此同时 我感觉到石碑里面 正有一股极为澎湃的力量 顺着我的手臂 朝着我的身体之中 汹涌而来 甚至我连拒绝的机会都没有 与此同时的我惊骇地发现 这股力量 好像是我刚刚被抽走的那股灵气 只是 我怎么感觉到 现在从石碑里面反馈回来的这股灵气 有些不大一样呢 第148章 通脉 从石碑之中反馈出来的这股灵气 好像比我之前的更加的凝实了一样 当进入我气腹之中的瞬间 我感觉到 这股灵气的强悍程度 这是一种至一样的变化 我心中微微震惊 之前的何叔就给我说过 我因为气腹镜提升的实力太快 所以导致了我的境界不是很扎实 他让我一定要把气腹境界的实力打扎实之后 才能让我进入下一个境界 而当我感觉到这些灵气进入我体内之后 我便是察觉到 这股力量 比我之前凝实了很多 当所有的灵气都回归我的气腹之内 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充盈的感觉 此刻的我甚至感觉到我随时都能够进入通脉的境界 就在这个时候 我发现我的身子好像失重了一半 当我再度睁开眼睛的时候 我整个人又出现在了酒店的房间里面 而我的手中依旧抓着那块令牌 此刻 我稍微缓过神来 看来 我所看到的这令牌 只是外表之像 这令牌真正的样子 乃是一块巨大的石碑 这石碑是什么来头我不知道 但是这石碑上面 似乎有一些道法传承 至少之前我得到的那玄灵指 便是一门道法 此外 我还感觉到我之前被石碑吸收进去的灵气 也变得愈发凝实地回到我的体内 打量着手中的这令牌 这竟然是我们家的传承之物 实在很难想象 这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呼 我相信 时间总会将真相呈现在我的面前 想了半天 我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将这令牌收起来 现在 既然我感觉到自身的实力 已经到了临界点 那么我就要尝试 何书之前给我说过的通脉境界了 通脉初期 尝试打通任督二脉 至于十二正经 则是看自己的选择 现在我修炼玄灵指的话 需要的那是守太阴 绝阴 少阴三经 看着时间才大半夜 我缓缓闭上眼睛 然后将体内的灵气 开始引导出来 朝着体内经脉冲击而去 有一句话 叫做水到渠成 我第一次感觉到 这句话的意思 随着我体内的灵气 朝着经脉灌输而去 这次竟然没有受到什么阻碍 成功地将我的任督二脉打通 同时间 我感觉到 灵气在任督二脉之中流转的速度 也是奇快的 原来 这就是通脉境界的好处 打通任督二脉之后的 我感觉到 灵气在经脉之中流转的速度相当快 而且对于周围天地灵气的感知和吸收 也敏锐了很多 这才是打通了任督二脉 我可以想象 要是将八脉和十二正经全部打通之后 肯定又是另一种难以想象的场景 不过现在这些东西 也只能想一下而已 目前我最要紧的事情 就是先将自己身上的三条正经给打通才是 这样 我才能算是真正地踏入了通脉境初期 一个小时之后 我运转灵气到我手太阴 绝阴 少阴三条正经 开始按照玄灵指的方法修炼起来 将灵气压缩在手上经脉之中 然后通过手指激发出静气 嗯 还有点六脉神剑的感觉 这道法还不错 实战的时候 用处还是很大的 我心中暗自盘算 天亮之后 魏胖子早早地就来敲我的房间门 问我起床没有 一起去吃早餐 我开了门 让魏胖子先进来 然后去洗漱一番 就到了酒店的餐厅吃过早餐 看了看时间 魏胖子说 时间差不多 正好这会儿银行上班 让我赶紧去将支票兑换到自己的账上 真不知道这家伙到底是在害怕什么 我只好陪着魏胖子这家伙 一起到银行里面 说实话 两百万的支票 我没见过这么多钱 刚开始进去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人理我们 当我们将支票拿出来之后 那前台的小姐姐 这才露出了一脸微笑 从银行出来的时候 我看到魏胖子手里面 还捏着一个微信的联系方式 哎 你说现在这人的 怎么都掉前眼里面了 拿着微信的魏胖子 脸上一脸的无奈 将那微信联系方式 丢进垃圾桶里面 我斜着眼睛看了他一眼 说道 行了 装什么玩意儿呢 这家伙虽然一副淡然的样子 扔掉了微信联系方式 但是刚刚我已经看到这个家伙 加上了人家 嗨嗨 那傻你最近有什么打算 这个时候 魏胖子也是干咳了两声 然后将我们的话题转移开 听到魏胖子的话 我一时间还的确是有点迷茫了 我接下来该干什么 其实我第一个想的 就是回一趟村子里面 想要看看我爸 但是之前我爸说过 让我不要回去的 其次就是找我爷爷 但是爷爷的踪迹 我连一丁点线索都没有 完全无处可寻 再然后就是和书 至少我知道 和书是和五毒教的人有矛盾 所以我想要找和书 或许可以从五毒教这边下手的 对了 你知道五毒教吗 想着 我看向身边的魏胖子 然后问道 毕竟他在尊城这边 肯定是比我要熟悉一些 在我刚说完的瞬间 魏胖子的脸上 就是微微一变 然后连忙看了看四周 这才将我拉到旁边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我说大哥 你问五毒教干嘛 看到魏胖子的样子 我没想到这家伙会这么大的反应 这个时候的魏胖子告诉我 五毒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宗门部署 弟子很有可能是所有宗门之中最强大的 只不过 五毒教很多弟子都隐藏在都市之中 一般不会抛头路面 很有可能 我们路上随便一个擦肩而过的路人 都会是五毒教的弟子 打听五毒教的消息 首先你得确定你和五毒教没有仇怨 如果你和五毒教有仇怨 打听消息绝对不能在外面的渠道 必须要在特有的渠道才行 听到魏胖子给我说的这么说 我心中暗道果然没有问错人 这家伙还是知道不少的 所以你知道五毒教 我看向魏胖子 然后笑着对他询问 文言的魏胖子则是连忙摇头 说他知道的只不过是一些小常识罢了 而且魏胖子告诉我 五毒教的人大多阴险狡诈 为人心狠手辣之辈 主要是这个宗门庞大 所以一般修饰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都是不想去得罪五毒教 和五毒教有些过节的 我的眉头一皱 我倒是没有想到 和书得罪的五毒教竟然这么厉害 之前的和书给我说过五毒教 但是没有详细地说 现在看来 他并不想让我掺和到里面去 对了 我听说 最近尊诚的五毒教 好像出事了 第149章 好消息 听到魏胖子的话 我心中便是一惊 问他五毒教出了什么事情 魏胖子又看了看四周 这才小心翼翼地告诉我 说前段时间 好像也是上个周吧 尊诚听说 有两个五毒教的据点被端了 而且还是被一个人端的 这个人是谁没有人知道 反正五毒教有点损失惨重的感觉 但是最后 这人还没找到 你说什么 有人一个人 端掉了五毒教的两个据点 在听完魏胖子说这些之后 我整个人无比惊讶地看着他 说实话 在魏胖子说的时候 我的脑海之中 本能地就想到了和书 因为和书本来就和五毒教有死仇 虽然现在我还不知道 这个死仇 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但我觉得和书的实力 要是说他端掉五毒教的两个小据点 我还是相信的 是啊 大哥你这么激动的吗 弄得我差点以为这人你认识了 魏胖子连忙露出 一脸惊讶地看着我 而我则是笑了笑没说话 因为现在的我也不知道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和书 只是比较怀疑罢了 我这不是对这人挺好奇的吗 你说 一个人敢端掉五毒教的据点这事 可不单单只是实力问题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我看着魏胖子 我这话并没有错 首先一个人就算是拥有了端掉五毒教两个据点的实力 他未必会去这么做 毕竟这只是五毒教的两个据点罢了 这在五毒教整个宗门之中 或许只是九牛一毛的一点力量罢了 所以 在你决定端掉据点的那一刻 你就要做好和整个五毒教做对的心理准备 这就是勇气 你说这话也没错 也不知道 这位到底是什么奇人 听到我所说的这些 魏胖子也是连忙点头 看着魏胖子 想了想又对着他出声 那啥 你还能弄到关于这事的消息吗 比如端掉据点的那人是男是女 当然了 有名字是更好的 你到底想干啥 这次的魏胖子 却是有些警惕地看着我 显然这家伙已经察觉到了点什么 我连忙尬笑了两声 你别弄得这么紧张吗 我这不就是想要见识一下 这位大佬到底是谁吗 在我说完之后的魏胖子 也连忙罢手 对着我出声 行了 你就别去想这事了 这可是五毒教的痛点 说不定现在那人都死得不能再死了 再说了 就算还活着的 五毒教也不会把消息传出来啊 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魏胖子说 这事也的确是个道理 随即魏胖子又看着我 一脸审视地对着我出声 不对啊 你小子今天有点反常 肯定有事 这家伙也不是个好糊弄的主 现在直接开始怀疑我打听这些消息是有目的的 我看着魏胖子的样子 微微摸了摸鼻子出声 你确定你想要知道 我可是告诉你啊 这事知道了 你可就没有后悔的范儿了 听到我的话之后 魏胖子则是一脸无所谓的出声 陈兄 这就不是胖爷我说你了 我胖爷谁啊 总不至于连句话都不敢听吧 你尽管说 看到魏胖子的样子之后 我轻笑了两声 随后看着他说道 你之前猜的不算全错 我要找的这个人 还真有可能就是端掉五毒教两个据点的这个人 当然了 我也不确定是不是 因为我要找的这个人 也正好和五毒教有死仇 之前他就是为了不连累我 所以才单独离开的 简单点说吧 我跟五毒教应该也是敌对的意思 现在你知道了这些 又和我处于这种关系 所以啊 后面的话我没有说 而是一脸笑意的看着面前的魏胖子 片刻之后 我看到这个家伙 哭着一张脸 差点没哭出来 陈兄 你不地道啊 这样拉我下水 这特么 巨坑啊 迟了好半天的魏胖子 方才是看着我 一脸苦涩的出声 本来我是 没有打算 将这么多告诉魏胖子的 但是我想到了之前黑炮人 给我说的话 他给我说 魏胖子可以相信 或许正是出于那家伙的这句话 所以我选择了相信面前的魏胖子 有时候 相信一个人 就不能将信将疑 因为这样 反而会阻碍两个人之间的默契 甚至很多东西 既然选择相信 那就不妨 抛开一切的去相信 真心 才能换取真心 不过话说回来 你就不怕我去给五毒教高密吗 这时候 魏胖子也是突然看着我 一脸坏笑的出声 听到这句话的我 却是全然没有在意 因为在给魏胖子说之前 我就已经想到了这个问题 这样更好啊 早点知道你是那种人 然后就不用跟你深交了 我如实说道 面对我这话的魏胖子 却是面色一眼 卧槽 你还真当我魏胖子 是那种人 魏胖子显然是 觉得我误会他了 我看着这家伙的样子 没想到他还会认真 开玩笑的 我连忙看着我魏胖子解释 其实在昨天那养公司的时候 这家伙在危机时刻 没有选择自己离开 我就觉得 他这人不错了 所以根本就不存在这些 接下来 魏胖子告诉我 说找人这事不着急 他这几天托人帮忙查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 关于前几天事情的消息 看样子 魏胖子是打算帮我打听一下 到底是不是何书 谢谢了 我看着魏胖子出生 文言的魏胖子 却是笑了笑 说这都是小事 只要把这几天的吃喝玩乐 我全部包了就行 文言的我也是 没有丝毫的犹豫 不管怎么说 现在我身上 好歹也是有这两百万 这点钱在有钱人眼里面看来 或许不多 但是在我看来已经很多了 就算我请客 魏胖子这家伙 难不成还能将我这两百万给花完 接下来的几天 我和魏胖子住着最好的酒店 不过打听消息什么的 都是魏胖子出去 毕竟我去了也没有用 而我则是在酒店里面修炼 现在的我修炼之后 都是本能的 会将体内的灵气灌输进入那令牌之中 又吸收进体内 这让我体内的灵气 仿佛提升了一个质量的变化一样 而玄灵指 也在这几天的修炼之中 变得越来越娴熟起来 因为进入通脉境 我开始尝试更加强大的几种福转 第三天的时候 魏胖子给我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第150章 古战场 这天我刚好在酒店里面画完符 准备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外面就传来了魏胖子敲门的声音 我连忙起来去开门 进来的魏胖子气喘吁吁的 坐在空调的出风口处 看着我出声 今晚请客吧 你是不知道 为了打听你这消息 跑了多少路啊 闻言的我眼前一亮 连忙上前去 对着魏胖子询问 打听到了 这时候的魏胖子 对着我微微点头 然后让我倒水给他 我连忙倒了一杯冰水 这家伙一脸惬意地喝完之后 这才看着我说道 打听到了 的确是个女人 不过名字没打听到 但是五毒教的人说 这人是他们的宗门通缉的人 听到魏胖子的话 我心中微微一沉 根据魏胖子所说的这些消息 这个人十有八九就是和书了 我没有想到 和书竟然会进入尊城 然后端掉这五毒教的两个据点 那么现在和书的去向呢 当我一脸焦急地 看向魏胖子的时候 这家伙一脸坏笑地看着我 说 是不是你的相好 看你小子 一脸紧张的样子 瞎说什么呢 我瞥了这家伙一眼 而魏胖子 却是死死地将我吃住了一样 干咳了两声 嗨嗨 既然不是你相好 那后面的消息对你来说 应该也没有那么重要了 卧槽 你故意的吧 赶紧说 别掉我胃口 我一看魏胖子这家伙 脸上的表情 我就知道他是故意的 在我的追问之下 魏胖子告诉我 通过他打探到的消息 最后 这人逃走了 也就是说 五毒教也没有抓住他 而且现在 也还在追问他的下落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整个人都放松了许多 因为至少这样 就证明 何书还是安全的 行了 我觉得 你暂时还是不要找他了 你觉得连五毒教都找不到的人 你能找到吗 而且 就算你找到了 到时候被五毒教也发现了 他的踪迹怎么办 就在我沉吟的时候 身边的魏胖子 又对着我出声 听到魏胖子的话 我心想也是 现在何书既然是安全的 我要是一直在找他 到时候 说不定反而会暴露了他的消息 这未必是什么好事 接下来还有一个消息 才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 就在这个时候 面前的魏胖子 又看着我出声 听到他的话 我连忙朝着他看过去 问他什么消息 这时候的魏胖子 方才是告诉我 说他在外面打听消息的时候 打听到在尊城的某片原始山区里面 发现了一处古战场 问我有没有兴趣去看看 什么玩意儿 古战场 我看着魏胖子 一时间有点没有反应过来 他所说的这古战场 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是吧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 面对我的无知 面前的魏胖子 显然是有些猛逼 我让他赶紧说 别耽搁事件 这时候的魏胖子 方才是一脸正色地看着我 随后说道 你也知道 我们国家历史悠久 而在这悠悠的历史长河之中 其实存在很多修道宗门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修道宗门 都能够一直延续下来 很多宗门因为和敌方的战斗 仇杀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而有时候 这种战斗并不是被天下人所知的 甚至大能者 能扭曲空间 将战场隐藏起来 这里面涉及的门道很多 我也是听我们家那老东西 给我提过几次 所以我也说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啊 有的东西就是需要时间才能够被发现 反正我打听到的消息 尊称有一处古战场现世 这次说不定还会挺热闹的 紧跟着魏胖子 开始耐心地给我解释 说古战场里面 说不定还能找到什么好东西 比如说 什么一些失传的道数什么的 这些都有可能 面前的魏胖子说完之后 便是无比认真地朝着我看过来 显然是在询问我的意思 我看着魏胖子 这家伙双眼放光 显然对于这什么古战场 是很想去的 你心里面 不是已经有决定了吗 我看着魏胖子出声 文言的魏胖子 也是连忙对着我说道 你这家伙 怎么一点都不失去呢 我跟你说 这次去的人大多都是宗门子弟 说不定一个个都是拉帮结派的 我这不是一个人去 总觉得有点不把握吗 拉个帮手总要好点 我算是明白 为胖子这家伙的意思了 他等于就是说 那些去的人肯定都是有帮手的 他要是单独去 未必能捞到什么好处 至于我 虽然实力算不上很强 但是多少还是能帮点忙的 可是这种地方 应该也存在危险吧 比如生命危险什么的 我看向魏胖子 这家伙只看到了 古战场里面的那些好处 却完全没有想到其他的 面对我的话 魏胖子有些着急 你不能总想着坏处啊 我们不去惹别人 还不行吗 再说了 我们弄到点好处 就自己撤退呗 别贪得无厌就行 对了 你要找的那小乡好 说不定也会去呢 魏胖子生怕我不去 竟然拿何书的消息来诱惑我 让我顿时有些无语 什么时候动身 不管怎么说 这家伙也是这几天 费心费力地去帮忙打听消息了 所以 这种情况之下拒绝他 我也有点过意不去 就对着魏胖子询问 所以 就算是这家伙不提何书 我也会跟着他去的 随时都可以动身啊 古战场这种地方 完全是碰运气的 去早了 虽然占据一点优势 但是有些东西 就得看缘分 不过听说这个古战场 是两天前发现的 我们也不能去太迟 不然的话 到时候什么好处都轮不到我们了 魏胖子有些着急的样子 既然他都这么说了 那我也开始站起身来准备 正好刚刚突破到通脉镜出七 我也想要试试 自己有几斤几两 当然 对于自己的实力 我还是有些分寸的 现在我最多算是有点自保的力量 我和魏胖子 当晚就收拾东西 离开了酒店 他说消息里面提到的 这地方距离尊城 也还有一个小时左右的路程 在尊城百公里外的一个偏远山区 那地方算是一片还没被开发到的山区 不过往往也是这种地方 最容易被发掘到什么玩意儿 到了地方 魏胖子把车停在一个不挡路的地方 我和魏胖子还看到周围有好多车 这条小道看样子很少有车走 那么说明 这些车都是被人开来的 第151章 令牌的反应 我和魏胖子查看了一下四周 魏胖子低声说着 看来这地方已经来了不少人 希望还对我们留了点东西才是 这家伙 眼睛好像在发光一样 不过既然都来了 我自然也是 希望能够在这古战场里面 捞点好东西 刚下车 我就感受到 山林里面传来一股极为古朴 甚至闪着肃杀的气息 我看向天空之上 隐隐有着乌云在环绕 而乌云可并不只是淡淡的阴气所组成的 其中还有着古战场遗留下来的那些气息 感受着这股气息的我和魏胖子 脚步加快 继续朝着这里面快速地前进 进入山林的瞬间 之前还只是感受到一丁点的气息 此刻就变得浓郁起来 甚至 我感觉到空气之中的灵气仿佛要浓厚很多 只是其中还透着一股特殊的气息 小心点 这山林里面的灵气别贸然地吸收 这个时候 身边的魏胖子也是连忙对着我低声说道 听到魏胖子的话 我就问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魏胖子赶紧给我解释 说这地方之所以灵气浓郁 是因为之前很有可能是被隐藏起来了 所以从空间之中出现 和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对比 灵气会浓郁很多 但是这么多年的时间 这空间里面可以说荒无人烟 而且 里面还到处都是战斗残留的气息 无数的尸体 所以 这片空间之内 会有着另一种东西 掺杂进入灵气之中 那就是死气 也就是尸体的身上才有的东西 这死气如果说不多 那么还并没有什么大碍 但是如果吸收这里面的灵气 就会导致其中掺杂的死气 也进入体内 前面或许感觉不出什么情况 但当修炼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种死气 顽固 很难驱除 对于自身的修炼 也是有着很大的影响 听到魏胖子给我说的这些 我的心中也是微微一惊 没想到这家伙知道的还挺多的 我看着魏胖子 问他哪知道这么多的东西 这家伙却一脸装逼地看着我 让我没事的时候就多看书 不然 遇到什么情况 只能一脸猛逼 对此 我只能示意白眼 我以前那情况 根本就没有多少时间 接触关于这类的书籍 现在的我 也懒得跟这个家伙一般计较 继续朝着前面走 不过自从进入这丛林里面之后 魏胖子 就让我放慢了脚步 我们小心翼翼地朝着前面赶 他还让我注意地上什么的 有可能会看到 埋在土里面的法宝什么的 魏胖子告诉我 这一点都不稀奇 因为当年战死的那些人 身边的法宝 有可能是 没有损坏的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的法宝 或许会因为长时间 而埋目进入土里面 这些都得靠运气 这家伙一边走 甚至还朝着地上看 我怎么感觉像是出门 想要捡钱一样的那种状态 就在我心中 对于魏胖子这种做法 极为郁闷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到 我怀中的令牌 竟然开始吸收周围的灵气 这让我心中微微一惊 仔细感受一下 的确是没错 我怀中的令牌 的确就在吸收周围的灵气 我微微生起一阵担忧 因为之前魏胖子就告诉我 说这地方的灵气里面 是夹杂了死气的 那么令牌吸收进去 会不会有什么情况呢 随后 我将心中的这种念头给打消了 因为这令牌 不管怎么说 都是一件神秘的法宝 如果说连这死气 都解决不了的话 那我真觉得这令牌 有点令我失望了 之前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强大 就连老鬼婆 都奈够被这东西 一下子弄得猛逼 这些死气 对于令牌来说 应该问题不大 想到这里的我 便是没有理会这一点 而我比较好奇的是 令牌吸收周围的这些灵气干什么 我和魏胖子 进入这丛林里面 也半个多小时了 但是魏胖子看着地面走 完全半点收获都没有 我不有已经开始质疑 魏胖子的这种做法 你说 早知道是这种情况 我们买条猎犬来 会不会效果更好呢 魏兄 我觉得 我们是不是应该加快脚步啊 就算这地里面有什么宝贝 说不定都被前面的人给搞定了 你现在在这个地方这么蹲着走 显然不会有什么说话 看着依旧在猫着腰朝着前面 前进的魏胖子 我不由地对着他出声 因为这方式看起来 着实是有点掉分 大爷的 食欲有点背啊 看样子 说不定还真就是被前面那些家伙给捡走了 听到我的话之后 魏胖子也是挺直了腰杆子 然后捶了捶背 小伙子年纪轻轻腰就这么不好 我心中微微唏嘘 行了 赶紧加快脚步吧 我看着前面黑乎乎的山林 去迟了 估计连汤都没有了 古战场这种消息 我们本来知道 就已经晚了两天 这样的情况之下 想要追上别人的脚步 本来就需要加快 文言的魏胖子点了点头 我们继续朝着前面走去 当我们走了没两步的瞬间 我突然感觉到 我怀中的令牌 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 我的身形一顿 直接僵在了原地 令牌依旧在吸收周围的天地灵气 除此之外 并没有什么异状 只是在剧烈地颤抖 好像在提醒我什么东西一样 怎么了 身边的魏胖子 看到我站着不动 转过头问我什么情况 我愣了愣 因为现在的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我看向了四周 的确是没有什么东西 随后 我微微低头 朝着我脚下看了过去 为了验证我的想法 我快速地朝着前面走了机密 那种感觉突然就消失了 然后 我又回到了之前的位置 怀中的令牌 再次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 不是 你脑子是不是被死气侵入了 怎么看起来 有点不正常呢 看到我的样子 身边的魏胖子 连忙拉着我询问 文言的我一阵无语 这家伙就不能盼着我点好吗 我感觉这地下有东西 要不我们挖开看看 我没有跟魏胖子计较 只是看着他 对他出声询问 文言的魏胖子 整个人也是微微一愣 你确定 魏胖子看着我有些难以置信 文言的我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告诉魏胖子 说我或许修炼的功法有点特殊 所以感知好像要稍微敏锐一点 听到我的话 魏胖子直接从他的身后抽出了一把折叠的铲子 这东西我们两个人手一把 小巧 方便携带 而且准备来就是为了挖东西的 看着魏胖子这家伙 二话没说 开始挖了起来 我也超齐铲子 第152章 好东西啊 而我在铲土的时候 心中也是抱着一丝期待 不管怎么说 能让令牌生出反应 还是值得令人期待的 我和魏胖子抱着这种心态 开始不断地铲土 直到我们面前的土坑 有差不多半米深的样子 魏胖子的神情有些茫然 看了看土坑 又看着我 陈兄 你确定不是跟我开玩笑 听到魏胖子的话 我也是有些郁闷 按道理来说 半米的距离 其实已经足够深了 但是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挖到 而我则是感觉到 令牌依旧是在阵战 没有停止下来 别着急 再试试 我看着面前的魏胖子 继续出声说道 半米的深度 说不定还没到呢 这宝贝埋得比较深 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然的话 怎么还能轮到我和魏胖子呢 我看到魏胖子的脸上 已经开始有点质疑 这个很正常 因为我现在的判断 完全是依靠我怀中的 那令牌反应做出来的 如果我和魏胖子交换一下 挖了半米的深度 依旧没有什么收获 我心里也会有点怀疑 但是魏胖子还是点头 行 为了你的直觉 干了 有时候啊 就是要靠这种直觉 才能找到好东西的 淡淡的声音 从魏胖子的口中传出来 这家伙虽然有点质疑 但是他 既然选择了相信 就还是继续开始挖了起来 很快 这土坑的深度 变成了一米 我们依旧是什么东西 都没有挖到 这让我自己都有点郁闷了 难不成这令牌的抖动 和什么宝贝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关系吗 之前我尝试了一下 令牌抖动的极限位置是五米 超过五米 令牌的抖动就会消失 然后根据靠近这个地方的远近 抖动也会不一样 而我站着的这个位置 就是令牌抖动最厉害的地方 按理说 这情况 应该不会出错才对 这时候的 我也不知道该给魏胖子 解释点什么东西 继续开始挖了起来 大爷的 面前的位胖子嘀咕了一声 也没有说话 静止地和我挖了起来 终于 在我们将深度挖到了一米半的时候 我手中的铲子微微一顿 好像弄到了什么东西 还传来一声脆响 而且 我感觉那东西 好像还被我弄断掉了 我心中一阵肉疼 不会是好不容易找到的宝贝给弄坏了吧 卧槽 你呀轻点 这里面可都是宝贝啊 面前的魏胖子 对着我出声 随后他连忙 将手中的铲子收了起来 开始用手刨了起来 我刚准备帮忙的时候 魏胖子手中的动作一顿 然后我们就看到在面前 有着一根白骨出现 看样子 好像是人的骨头 我去 这是海骨啊 魏胖子手中的动作也是一顿 然后站起身来出声 闻言得我愣了 至少可以确定了 这下面是真的有东西 前辈 多有得罪了 我对着这具海骨作衣 然后小心翼翼地 将这海骨周边的土都给扒开 这个时候的我发现了海骨的手臂 已经被我弄断了 看样子是之前 我那一下子没收住 我心中有些郁闷 不断地暗自赔罪 旁边的魏胖子 也是跟着我清理了起来 当我们将这海骨全部呈现出来的瞬间 我的目光也是直接定格在了这海骨的腰上 因为这海骨的腰上 竟然是有着一根看起来颇为精美的腰带 至于海骨其余地方的衣服 全部都已经腐烂在了尘埃之中 但是这腰带 除了周围的那些泥土之外 看起来竟然是无比的崭新 卧槽 好东西啊 这玩意儿绝对是好东西 这时候 医生惊呼从魏胖子的口中传出来 听到魏胖子的话 我的心中愣了愣 问他这东西是什么 魏胖子没有回答我的话 而是小心翼翼地将这东西 从海骨的腰上弄了下来 然后对着我出声 说这东西 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 应该是传说中的那物法宝 那物法宝 我有些猛逼地看着魏胖子 显然我是没有听说过 这什么那物法宝的 随后 魏胖子告诉我 说那物的法宝 有很多类型 比较常见的是戒指之类的 称之为那简 当然 也有女生喜欢 将那物法宝 弄成手镯什么的 腰带也比较常见 通俗一点理解 那物法宝 就是能够独立存在一片空间 用来储存东西的 说到这里 魏胖子有些不舍地 将这腰带 朝着我递了过来 对着我出声说道 这东西是你发现的 这内物腰带 也算是你的 还是你来查看吧 淡淡的声音 从魏胖子的口中传来 闻言得我愣了愣 这家伙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客气了 我将东西拿过来 然后问魏胖子 这东西怎么用 魏胖子告诉我 让我用灵气灌输进去 感受一下 里面还有没有 以前主人的印记 他说 不知道这骸骨的主人 死了多少年 正常情况 几年的时间 印记就会消失 我感应了一下 的确没有什么阻碍了 魏胖子让我滴一滴 惊血到这储物腰带上面 我照做之后 顿时间感觉到 我和这腰带 似乎产生了一种联系 随后魏胖子 又让我继续用灵气 去查看这腰带 这样我就能够 看到里面的东西 魏胖子 对我普及了一下 说一般的人 要是有这种东西的话 都会将东西储存进去 这内物腰带里面的东西 都是宝贝 而且不会被损坏 听到魏胖子的话 我赶紧用灵气感应了一下 顿时我整个人 被震惊在了原地 我发现 这储物腰带里面 真的有很多的好东西 怎么样 看到了吗 我有些木讷地点了点头 然后看着魏胖子出生 很多 发亮的金石 有浓郁的灵气 文言的魏胖子 神情也是一症 卧槽 那是零食啊 有多少 看着魏胖子迫切的眼神 我不知道怎么给他形容 然后我尝试着控制了一下 内物腰带里面的那些零食 下一刻 一座差不多到我们肩膀 这个位置的白色金石 出现在我和魏胖子的面前 然后我对着魏胖子出声 这么多 文言的魏胖子 整个人直接跳了起来 你大爷的 你疯了 快点收起来 收起来 魏胖子整个人压低着声音在嘶吼 看到他扭曲的面旁 我赶紧动了一个念头 面前的这些零食 又全部都被我收了起来 你这个疯子 要是有人发现 我们两个不出一个小时 就会死在这里面 文言的我尴尬地笑了笑 说我不是想要尝试一下 这储物腰带 怎么用吗 赶紧走 我们现在就离开这山里 为胖子看了看四周 然后拉着我就准备离开 然而 就在为胖子拉我的时候 我却突然发现 我怀中的那令牌 还在颤抖 第153章 还有东西 在我迈出脚步的瞬间 我的身子 便是微微一降 前面的魏胖子 感觉到我并没有走 便转过身来看着我问道 你干啥呢 还不走 好像还有东西 我看着魏胖子出声 文言的魏胖子愣了愣 问我什么意思 我指着那土坑 说 下面应该还有东西 听到我这话的魏胖子 咽了一口口水 说实话 这情况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本来我以为这储物腰带 就是好东西了 但是当这东西到手了之后 怀中的那令牌 却并没有停止抖动 这说明下面还有东西 当然 这也只是我自己的猜测 而且根据刚刚的情况来说 这令牌的抖动还真有用 因为至少我们挖了一米半 然后得到了这储物腰带 愣着干啥 挖呀 魏胖子反应过来之后 便是对着我喝道 这家伙第一个跳下这大坑里面 然后开始继续挖了起来 我见状也是继续跟着挖起来 这次 没有挖太久 也就不到半米的距离 突然我手中的铲子 响当一声 这一下和之前弄到骨头上面 完全不一样 我连忙将铲子拿起来一看 好家伙 我铲子上面多了一大个缺口 挖到了 魏胖子手中的动作也是一顿 然后我们开始用手挖了起来 很快低 一个尖锐的东西出现在我的面前 好像是一杆子枪 我看着魏胖子出声 而魏胖子整个人眼神里面 却好像在发光一样 他指着那枪尖对着我出声 你看看这枪尖都特么多少年了 竟然还如此光鲜 没有半点铁锈 这是好东西啊 说完 魏胖子继续开始挖了起来 然而 当我们又挖了一会儿 发现这并不是一柄枪 而是一把戟 除了那枪尖 我们又挖出了个 戟这种兵器 正是由毛和歌组成的 这兵级 乃是斜插镜图里面的 而且 就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枪的头部 就很有意思 那毛的尾部 竟然是以龙形雕刻 这样看起来 那毛就好像 是从龙的嘴巴里面吐出来的一样 还有 他的歌是两边都有的 历刃发亮 背部也仿佛有着两条细龙缠绕 看起来有着一种别样的霸气 将挤的头部 挖出三分之一的距离 魏胖子和我一起抓住几个饼 然后将剩余的部分 从土壤里面挖出来 随着抽动 我和魏胖子 仿佛都听到了这长脊之中 竟然隐隐有着一丝龙吟声发出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当长脊全部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我的心中微微震撼 这长脊可能两米左右长 而整个长脊身上 一条青龙缠绕 头部延伸到长脊的顶端 吐出一根锋利的长毛 而在长脊的尾部 则是龙尾 长脊之上 龙铃的纹路看起来都极为的细致 看到我心中一阵喜欢 我将长脊抓在手中 脸上不由浮现出一抹笑意 好家伙 陈兄 别的我不敢说 这长脊绝对是一件了不得的宝物 我甚至还能够感觉到 这长脊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消杀之气 那是一种无形的气场 看到我在把玩着长脊 身边的魏胖子 也是顿时间露出了一抹笑容 看向我 这玩意儿 我还真挺喜欢的 我摸着手中的长脊 只是这长脊不是一般的重 我抓在手中 竟然是需要运转大部分的灵气 才能够将它抓起来 而且还不是很顺手 我知道 这个东西 肯定是需要长时间的联系 才能够习惯过来 行了 赶紧走吧 等我们出去了再研究 这时候的魏胖子 也是赶紧拉着我 准备朝着外面走出去 我没有多想赶紧将这东西收进储物腰带 这时候的我愣了愣 问魏胖子 我们为什么要跑啊 说不定这里面还有很多好东西 就这么走了 岂不是很不甘心 此刻的魏胖子却看着我 说这里面到处都是豺狼虎豹 现在我们算是得到了不少好处了 要是到时候被人盯上了 我们可能连身上的这点好处都保不住 我明白魏胖子的意思 他是担心在这里面 然后被人盯上了 我其实也想过这个问题 我记得之前我们进来的时候 还研究过这个问题 魏胖子那个时候就说了 不能贪得无厌 我们要懂得满足 要是有所收获的话 就要及时离开 现在我们的收获可以说 并不只是一丁点 所以的话 离开也是很正常的 我和魏胖子 朝着之前我们来的路走去 眼看着走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但是我和魏胖子发现 我们好像找不到路了 陈兄 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劲啊 随即 我和魏胖子停了下来 听到魏胖子的话 我看向四周 我也发现不对劲 因为我们明明地朝着之前 来的路返回的 但是现在却发现 周围的场景越来越默奋 这就让我和魏胖子有点梦了 是好像有点不对 鬼打墙 我看着魏胖子 对着他说道 文言的魏胖子 却微微摇头 说这情况 绝对不可能是鬼打墙那么简单 那现在该怎么办 我看了看四周 这简直就是一个荒芜人烟的地方 现在竟然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时候的魏胖子 拿出手机来看了一下 这时候 魏胖子连忙叫我过去 情况不对 我手机怎么运转不灵了 听到魏胖子的话 我赶紧将我的手机也摸出来 我和魏胖子的情况是一样的 我的手机也失灵了 页面扭曲 看起来好像受到了什么影响一样 这是怎么回事 我有些纳闷的看着四周 这时候 魏胖子的神色有些凝重起来 他看着四周 随即低沉着声音说道 大爷的 我们不会闯进了一个异空间吧 听到魏胖子的这句话 我有些不明白 这所谓的异空间是什么意思 随即 魏胖子告诉我 在以前一股强悍的宗门 会自成一片空间 也被称之为异空间 有的异空间 存在不一样的磁场 他能知道的就是这些 因为这些都是 他从书上看到的 准确的来说 他这次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现在我们的手机受到影响 还有找不到回去的路 很有可能就是进入了一片异空间 来的时候没有感觉 但是想要找到出去的路 就没有那么简单 要么 等这片异空间 将那特殊的磁场消除 要么就是以绝对的力量 不受到这磁场的干扰 我们也能够从这里面出去 照你这么说 现在我们就算是想出去 也无法出去了 文言的我 整个人心中一惊 看着位胖子问道 第154章 出不去 位胖子的脸色有点难看 然后对着我出声 现在这情况的话 看来是这样的 但是这种古战场 一空间的特殊磁场 不可能一直存在 毕竟不是以前 有着能量不断地维持 这种磁场 或许只是以前 这片战场之中 一个巨大宗门残余的能量 所以只要等能量耗尽 那么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听到位胖子所说的 我算是明白了一些 随后我告诉位胖子 现在可不是我们不离开 而是老天不让我们离开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还是深入这古战场 看看 还能不能搞到什么好东西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 来的时候 你这家伙不想来 我硬拉着你来 现在我想走 你却赖着不走了 此刻 位胖子转过头 审视着我 闻言得我笑了笑 这不是因为 现在我们出不去吗 要是能出去 我自然也是 想要出去的 怎么说呢 我确实尝到了点甜头 最主要的 是我身上 有令牌这个东西啊 之前的我们来 是打算捞到一点好处就走 但到了之后我才发现 我的身上有作弊器啊 那令牌就是最好的作弊器 有这种作弊器 我们都不占点便宜 多找一下 那得什么时候 才能又遇到这种好事呢 这就是我心里面最真实的想法 一路上 我随时都在 关注怀中令牌的变化 之前找到那长级的时候 令牌就停止了抖动 说明这令牌是有灵性的 它会帮我寻找好东西 同时 我也在储物腰带里面搜寻 我发现 里面竟然还有好几个储物戒指 我全部掏出来 问位胖子喜欢哪个 你哪来的 卫胖子瞪大眼睛看着我 我笑了笑告诉卫胖子 储物腰带里面 我就找到这几个 储物腰带我要了 重要给他搜点东西 随即 卫胖子从里面选了一枚最不起眼的 这些储物戒指里面的空间 都差不多大小 我看到卫胖子选完 随即就将身上的那些 零食分了一半 到那戒指里面 给你 里面是一半的零食 还有一些好像是倒数 有两本我看了一下 是几法 就不给你了 还剩下三本道法 我们一起研究一下 我将手中的戒指 递给卫胖子 然后还拿着三本古籍 这就是整个储物腰带里面的东西 一大堆的零食 然后就是几本古籍 卧槽 大哥你知不知道 这些零食有多珍贵 你就这么给我一半 卫胖子拿着储物戒指 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 最终他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我说道 听到这话的我笑了笑 咱们不是一起找到的吗 当然要评分 不叫一点零食吗 你能不能别这么婆婆妈妈的 这家伙什么时候 竟然还学会客气了 本来这东西 就是我和他一起挖出来的 陈兄 你可是要知道 能找到这东西 全部都是因为你 胖爷 我就是帮忙挖一下罢了 为胖子继续看着我说道 我直接将戒指塞到他的手上 那要不是你 打听到这古战场的消息 我恐怕根本就不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行了 你就别磨叽 抓紧时间再捞点油水 才是真的 为胖子看着手中的储物戒指 他并没有拒绝 而是露出了一脸满足的笑容 既然陈兄你如此执意 那我真是有点盛情难缺啊 临时我就收下了 其余的东西 胖子我不能要了 你自己留着吧 我正准备说点什么 为胖子立马止住 真的陈兄 你要是再执意 我可临时都不要了 你知不知道 这些零食 已经远远超出此次我来古战场的预期 看到为胖子脸上认真的样子 我知道这家伙 这次不是开玩笑 估计他也是觉得 能发现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我的功劳 所以不愿意要多的 而我本来 也是秉着平分的态度 去和为胖子分享的 既然这家伙都这么说来 那我只好做吧 行吧 我研究一下 要是觉得不错的道法 我再拿给你修炼 我将手中的那几本古迹收了起来 这次我觉得 最大的收获 应该是那柄长戟 这长戟 应该是一件不错的法宝 不过 我想要掌控这长戟 可能也还需要一点时间 毕竟我现在 拿着这长戟挥动自如 都还完全办不到 这下 我和为胖子 直接走了大半天的时间 然后 好运并不是随时都有的 就这半天的时间 我和为胖子 就没有任何的发现 不过我们也终于看到了 其余人的身影 或许我和为胖子是后来者 当我们遇到其中一支队伍的时候 发现这三个人 竟然是无比警惕地在看着我们 因为我们是后来的 肯定没有找到什么东西 而他们 露出这警惕的神情 则是怕我和为胖子上去找麻烦 之前我和为胖子就商量过了 我们一脸的垂头丧气 没错 就是要表现出来 我们什么都没有得到的那种感觉 妈的个八子 连根毛线都没有 我们赶紧走吧 别在这种地方浪费时间了 前面还不知道有多少人呢 为胖子骂骂咧咧的声音传来 或许是听到为胖子的话 那三个人神色略微放松了一丝警惕 他们的实力不算很强 其中有两个人是通脉镜 另一个实力比较弱 乃是气腹镜巅峰 准确来说 我和为胖子是不惧他们的 但我们没有必要惹事 体内的令牌依旧不断地在吸收周围的灵气 为胖子口中的什么死气 好像完全没有被令牌放在眼里 他就似乎要吸 也不知道这家伙吸收来是干什么用的 咚 突然 整个天空仿佛是传来一阵低沉的声响 这声音不算很大 却无比清晰地钻进了我们的耳朵里面 其余三个人也一样感应到了 我们的身形都是停止下来 朝着前面山林的某个方向看去 因为声音好像就是从前面传出来的 天空之上 仿佛有着一股无形的气浪 瞬间掀开一样 朝着四面八方蔓延过去 我看向身边的卫胖子 询问他 这是怎么回事 卫胖子的脸色有些疑惑 很显然 他也是没有弄明白 刚刚那声音到底是怎么发出来的 走 过去看看 随后 卫胖子对着我出声 我也点了点头 这个时候 过去看一下是人之常情的心理 在我们离开之后 身后的三个人也是连忙跟了上来 当我们不断地朝着那位置靠近之后 我发现周围的人也逐渐开始多了起来 我的心中莫名地闪过一抹略微兴奋的感觉 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 反正就总觉得前面应该是有好东西的 第155章 第10 我注意到周围的人也是不断地朝着前方汇聚过去 这个时候 我看着周围的一道道身影都是不断地朝着中间赶去 很显然 刚刚我的那个想法 估计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想法 这些人都在认为 刚刚爆发声音的那个位置 肯定是有着好东西 甚至 我从一些人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种极为压迫的气息 他们的速度很快 这些家伙的实力 绝对在通脉镜之上 但是我总感觉 进入古战场的人或许远远不只是通脉镜那么简单 我心中深吸一口气 和位胖子加快了速度 此刻 我身边的位胖子也是连忙对着我出声 陈兄 一会儿我们还是低调一点 这些家伙一个个都虎视眈眈的 而且 刚刚我还感受到了好几道恐怖的气息 那些家伙 很有可能已经入旋了 听到身边位胖子的话 我的心中也是愣了一下 问位胖子什么是入旋 位胖子对于我这个问题 似乎有点没有反应过来 然后他问我 真不知道 还是假不知道 我告诉位胖子 我是真的不知道 就连通脉的境界 我都是从何书 给我的那本笔记上面知道的 但是何书给我的笔记上面 也只有关于通脉镜的记载 此刻的位胖子 有些难以置信 不过还是对着我出声解释 通脉到了巅峰之后 在气腹之内 凝聚出一个巨大的灵气漩涡 这个漩涡几乎每时每刻 都在吸收天地灵气 也可以说是自主修炼 只不过自主修炼的速度 是很慢很慢的 我们运转功法 漩涡就会开始旋转 快速地吸收天地灵气 达到修炼的效果 这就称之为入旋 入旋之后的修者 有一个称号 被称之为玄师 而当入玄到了巅峰的境界之后 就能够尝试沟通大地之力 如果能与大地之力沟通 战斗的时候 就能够借助大地之力为己用 此被称之为帝师 帝师之上便是天师 天师境界的强者 很多基本都能够开辟宗门 传到寿业 当然也有很多天师境的强者 只是在大宗门之中 占据一席之地 天师境界强者 可沟通大地之力 天威之力 视为天地之力量 举手投足之间 足以令山崩地裂 不过就在我心中 无比震惊的瞬间 魏胖子则是告诉我 说到了天师那种强者 一般都会很少出门的 这次古战场出现地师强者 应该已经是极限了 到时候 我们只要不去惹那些强者 就能够保平安 毕竟我和魏胖子只要联手 就算是通脉境界中的强者 也拿我们没有办法 魏胖子自己本身就是通脉境 而且这家伙让我有点看不透 说不定是通脉境后期 甚至巅峰的实力 给我解释了这么多之后 魏胖子也不再说话 而是不时地朝着周围看过去 不知道这家伙在打量什么东西 我们足足这样 全速前进了大半天的时间 终于到了之前所爆发出来 那声音的位置 当我们抵达之后 都是被眼前的这一幕 所震撼到 因为在我们的面前 竟然是有着 一座巨大的山峰屹立着 这山峰的半山腰 有着许多独立的建筑 看起来犹如人间仙境一样 然后就是在山峰的顶端 这山峰的顶端 看起来有些奇怪 因为那山顶是平的 就好像被人直接从中间削平一样的感觉 而在那顶端 这是矗立着一座 看起来更加雄伟的宫殿 嘖嘖嘖 好家伙 这地方果然不只是一处古战场那么简单 这地方竟然是一个古老宗门 只是不知道 这种强悍的宗门 又是为什么会陨落在历史的长河里面 这个时候 我身边的魏胖子 也是低声对着我说道 听到魏胖子的话 我知道之前他说 这地方是一个古战场 但是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 我的心跳 也是莫名的有些快速起来 因为眼前这是一个巨大的古老宗门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宗门消失了 也可以说被灭了 但是我知道 这里面肯定是有着不少的好东西 山腰之上 我看得出来很多建筑被破坏过 看样子当时 应该是经历过恐怖的战斗 就在这个时候 空中突然传来了阵阵声响 随着破空声响传出的瞬间 我看到天空之上 竟然是有着一道道身影出现 然后屹立在虚空之中 就这么凌空而立 我的眼睛睁大 这些人 不过身边的魏胖子 则是连忙对着我解释 说这些全部都是地师境界的强者 地师强者 能够利用大地之势 还有通过对灵气的操控 能短时间的凌空而立 但并不能一直这样下去 至于天师境强者就不一样了 天师境的强者 能调动天地之势 就能够直接凌空踏步 不受限制 你看看 那些人虽然凌空而立 但是他们的身子 略微有些摇晃 这就是证明 他们是地师境强者 真正的天师境 身子纹丝不动 就跟站在地面上是一样的感觉 听到魏胖子的解释之后 我瞬间明白过来 不过 我看着天空之上那些人的身影 心中都是充斥着一种羡慕和崇敬 就算是地师境 也是现在的我遥不可及的 当然 我相信 我肯定能到地师境 只是觉得 现在天空之上的那些人 无限的威风 我们所有人的目光 几乎都凝聚到了他们的身上 诸位 看来大家都对里面的东西很感兴趣啊 就在这个时候 其中一名中年男子 对着周围的许多人出声 听到他的话 大家都将目光凝聚了过去 天空之上 一共八个人 这八个人 都是地师境界的强者 看来就算是在前省 我所看到的修道界 也不过是冰山一角 这些人 估计都是前省宗门里面的强者 这些大宗门 随便出来一个 都是地师境界 我心中不由又想到了何书 那女人 惹到的 可是五毒教 五毒教的势力 听说就算是在整个修道界 都是佼佼者 不凡道友 你林剑山此次竟然派你前来 看来对这个地方的东西 很是在意啊 又有一名身穿绿袍的中年男子 对着刚刚说话的那人出声 林剑山 我心中牢牢地记住这些人的宗门 毕竟以后看到 可以躲远一点 尽量不要发生矛盾什么的 这才是我比较在意的 哼 严马倒有说笑了 我不过是觉得 在宗门久了 想要出来透透气罢了 对了 倒是我听说前段时间五毒教 好像有人趁着眼马 倒有不在 端了你在前省的两个据点 不知道是真是假呀 那林剑山的中年男子 面带微笑 看着那绿袍中年出生 听到他这话的我 瞳孔微微一缩 这个家伙 竟然是五毒教的 第156章 争锋相对 说到五毒教 我心中莫名地生起一股寒意 不过这个时候的胃胖子 却是连忙拉住我 示意我不要激动 大哥 千万别乱来啊 这家伙地师强者啊 不是开玩笑的 看到喂胖子的样子 我也是淡淡一笑 开什么玩笑 我又不是傻子 再说了 就听刚刚这两个人的谈话 何叔现在还没有被抓到 而且 当时何叔端掉据点的时候 好像这家伙 并不在五毒教里面 哼 历来敢侵犯我五毒教的人 都是什么下场 就不用我说了吧 此人不过是一时幸运 躲起来了罢了 那绿袍中年冷哼了一声 随后也是沉声说道 不过这家伙 在看向那灵剑山修者的那个时候 眼神之中却有些不满 毕竟这是五毒教的痛点所在 现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说出来 身为五毒教的人 他自然是不爽的 更何况 前省阳城的这两个据点 也是他在负责 这等于是他的失职 本来就已经受到了惩罚 现在又被人提出来说 他心里面肯定是不会爽的 哼哼 也是 也是 那灵剑山的修士甘笑了两声 并没有打算 在这个问题上面过多地纠结 这个时候 另外一边 又有一名中年站出身来 看着面前 这座巨大的山峰出生 诸位 我觉得 我们线下还是研究一下 如何破开面前的 这护宗大镇才是 随着这家伙话音落下之际 旁边又是一人低声说道 张全道友说的是 据说这地方年时 当年丹神殿的旧址 丹神宗 身为炼丹宗门 想来也是极为迫切里面的东西 说话的这人脸上 随时都带着一抹笑容 但是这人身上散发着的那种感觉 确实给人一种极为冰冷的气息 听到这话的瞬间 那被叫做张全的人 脸色却并不是很好看 他冷冷地看向刚刚说话的那人 先扶门的人说话什么时候 才能改掉这阴阳怪气的性格 我张全承认 我来就是为了里面的东西 难道你血声不是吗 张全脸上不爽的神色 没有丝毫的掩饰 此刻的我 看着眼前的这几个家伙 我就知道 看来天空之上的那些人 也并不是和和睦睦的 毕竟这山峰里面 可是有着不少的东西 不过正如那张全所说 谁都是为这些东西来的 那什么 先扶门的人说那种话 谁听了都会不爽的 听到那张全的话之后 那先扶门的人 依旧是露出一阵笑容 完全没有因为张全的话 而有所变动 看来这就是先扶门 这些家伙的德行 这个时候 五毒教的那眼马 看向了这几人之中 最边缘的那一名中年男子 准确地来说 这人 在天空上的那八人之中 应该是最为年轻的 看起来 应该只有三十岁左右的年纪 他面无表情地 盯着面前的这座山峰 似乎并没有在意 周围其余人的话 这个时候 阎马也是 直接出声 不知道这位道友来自何处 阎某人在前省 也认识不少道友 却从未见过阁下 淡淡的声音 从阎马的口中传出 听到他的话 下面的所有人 都是将目光投递过去 很显然 这人竟然不是前省的修士 毕竟各大宗门的人 总会有所相遇 这样的情况之下 只要是有几分实力的人 差不多都认识的 面对阎马的话 那人却是连头都没有转过来 就这么盯着面前的这座山峰出声 偶然经过跪地 过来看看而已 淡淡的声音从他的口中传出来 听到他的话 其余人都是面色微微一愣 这人竟然还真不是前省内的修士 阁下 不管怎么说 这好歹 都是我前省境内 这种古战场 宗门旧址 也应该属于我前省内的宗门 阁下这样贸然前来 未免有些不符合规矩吧 这个时候的阎马 也是微微朝前一步 随后看着那人出声 听到阎马的话之后 那人就缓缓转过头 朝着阎马这边看过来 照你这么说 你五毒教真正的总部 也在苗疆一带 你在前省设立两个据点 你就算是前省内的宗门势力 那我说我也是前省内的势力 而且 我的宗门只有我一个人 这点 也说得过去 虽然这人说话的声音 显得极为的平淡 但是这话语 仿佛已经是带着一种 针锋相对的感觉 而且 这人是知道五毒教的 但是 他并没有因为 阎马是五毒教的人 而有半点的畏惧 哼 阁下这是在强词夺理 虽然我五毒教在前省设立据点 但是这据点也设立了多少年 当然算是前省的势力 阎马冷哼一声 眼神之中 已经泛起了一抹冷意 面对阎马的话 那年轻的修士 却露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我也在前省很多年了 只是你没有见过我罢了 很显然 这家伙对于阎马 并没有因为他是五毒教的人 而有半点退缩 阎马的面色也在这个时候 变得有些阴沉起来 看来阎下是一定要来奋一杯羹 但不知道 阎下可曾问过我们 阎马一步跨出 身上的气息在这个时候 也是隐隐发作起来 看这样子 显然是不想给这修士好看 面对阎马的动作 男子全然没有在意 又是出声 你们 你自己做事 没必要将别人拉上 全程我只看到你在旁边叽叽歪歪的 还有 如果你觉得你身后那五毒教 能够压住我 那我只能给你说一句 你想了太多 淡淡的声音从男子口中传出 阎马的脸色也是阴沉到了极点 因为男子的这番话 确实完全没有将他 甚至将五毒教放在眼里 阁下说话很嚣张的 阎某人很久没有遇到这么嚣张的人了 这次 阎马眼神中的神色已经变得冰冷起来 随即 他身上的气息逐渐开始爆发而出 看到这一幕 周围的那些人并没有任何人出言阻止 一个个甚至都抱着看好戏的态度 本来大家现在就处于互相竞争的状态 他们巴布的男子和阎马两个人两败俱伤 这样的话 就少了两个强劲的竞争对手 而就在那阎马话音落下的瞬间 他整个人已然消失在原地 我的瞳孔微微一缩 好家伙 地诗境的强者果然不一样 我完全看不清那阎马出手的速度 几乎在眨眼的瞬间 阎马的身形就出现在了那男子的面前 从始至终 男子脸上的表情都是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